繼續開會 好 我們現在繼續開會 先跟各位講一下 我們今天的位置 等會要審查這個基金的時候 位置上我們委員一樣是坐這一邊 然後我們練習的委員 輪到的審查到的單位 就請坐這一邊 其他的話就請照間隔來坐 好不好 好 那現在請醫師人員宣讀討論事項 宣讀本日醫師日程討論事項 繼續審查外交部主管 財團法人國際合作發展基金會 財團法人台灣民主基金會 及財團法人太平洋經濟合作理事會 中華民國委員會109年度預算案 以上宣讀 好 先介紹在場的委員 羅志正委員 何志偉委員 陳柏惟委委員 陳柏惟委委員 還有溫玉霞委員 請拿請 呃 呃 我們吳部長因為有藥工所以請假 由我們的徐政務次長 師檢代理 徐次長 國際組 國際組織師陳龍錦師長 國際合作 國際合作及經濟事務司 邱陳鈺副師長 主計處 陳柏惟委員 是國際事務會的賴民旗執行長 公眾外交協調會 吳文林參事 財團法人 國際合作發展 基金會 向田毅秘書長 財團法人 台灣民主基金會 副執行長 有兩位 陳婉怡 副執行長 盧頁中 副執行長 財團法人 太平洋經濟合作 理事會 中華民國委員會 邱達生 秘書長 行政院 行政院主計總處 專門委員 陳雅惟委員 現在繼續審查外交部主管 財團法人 國際合作發展基金會 財團法人 台灣民主基金會 及財團法人 太平洋經濟合作理事會 中華民國委員會 109年度 預算案 現在要處理的是 財團法人 國際合作發展基金會 109年度的 預算 我們現在先請議事人員 宣讀 預算數及提案 宣讀財團法人 國際合作發展基金會 109年度預算 一 工作計畫部分 應依據業務收支之審查結果 隨同調整 二 收支部分 業務收入 13億2741萬3千元 業務外收入 1億4144萬5千元 業務支出 15億5600萬6千元 業務外支出 76萬5千元 本期短處 8791萬3千元 3 固定資產投資 550萬8千元 4 轉投資 5億8601萬7千元 接續宣讀提案部分 第一案至第五案 針對技術合作支出 第一案 能力建構 凍結400萬元 我原毛軍等人提案 第二案 國際會議及交流 簡列70萬元 我原毛軍等人提案 第三至五案 細針對技術合作支出 第三案 簡列228萬6千元 我原羅志正等人提案 第四案 凍結500萬元 我原何志偉等人提案 第五案 凍結100萬元 我原江啟城等人提案 第六至第十五案 細針對投融資業務支出 第六案 投融資計畫監督管理 凍結100萬元 我原王定宇等人提案 第七至九案 細針對先期評估研究 第七案 凍結100萬元 我原王定宇等人提案 第八案 凍結5萬元 我原林昌左等人提案 第九案 簡列100萬元 我原溫玉霞等人提案 第十至第十五案 細針對投融資業務支出 第十案 簡列100萬元 我原蔡世音等人提案 第十一案 動結5萬元 我原林昌左等人提案 十二案 動結100萬元 我原何志偉等人提案 十三案 動結100萬元 我原溫玉霞等人提案 十四案 動結50萬元 我原呂玉玲等人提案 十五案 簡列200萬元 我原盲軍等人提案 第十六案 針對國際教育訓練支出 簡列500萬元 動結2000萬元 我原毛軍等人提案 十七至十九案 針對管理費用 業務費 第十七案 動結50萬元 我原陳柏惟等人提案 十八案 動結100萬元 我原江吉城等人提案 十九案 簡列100萬元 我原毛軍等人提案 二十案 針對管理費用 簡列300萬元 我原溫玉霞等人提案 二十一至二十三案 針對委辦計劃支出 入入費 第二十一案 動結300萬元 我原王定瑜等人提案 二十二案 動結1236萬8千元 我原王定瑜等人提案 二十三案 動結1000萬元 我原何志偉等人提案 二十四至三十三案 針對委辦計劃支出 第二十四案 動結6184萬1千元 我原陳以信等人提案 第二十五案 動結1000萬元 我原羅資 onion等人提案 二十六案 簡列1億元 我原羅志 Edinburgh 二十七案 簡列5000萬元 我原蔡世銀等人提案 二十八案 動結1000萬元 我原林昌左等人提案 二十九案 簡列1000萬元 我原何志偉等人提案 三十案 動結1000萬元 我原魂玉霞等人提案 三十一案 動結1000萬元 我原刘玉玲等人提案 三十二案 動結1000萬元 我原江祇陳等人提案 三三案 簡列800萬元 冻结2000万元 委员马云军等人提案 34至35案针对业务支出 34案简列500万元 委员王定宇等人提案 35案简列500万元 委员罗志正等人提案 36案针对固定资产投资折旧 机械及设备冻结50万元 委员将继承等人提案 第37案主决议 要求国和会根据执行公司部门共同合作这模式 并将相关案例持续更新于官方网站 委员林陈伯伟等人提案 以上宣读 公共委员先报告一下我们的 省预算的我们的照例行的惯例 提案委员加连署委员不在场 这个案子我们就不审 就会跳过去 委员有没有意见 照就例嘛 好 那我们先第一案 第一案要不要请先说明 好 请说明 是跟各位委员报告 那有关这个提案审查内容 针对技术合作计划执行 进度不如预期的部分 那我们在107年跟108年的确有数项计划 它在年底的结算的执行 进度的执行率会达到90% 对那这些合作计划因为都是跟合作国家一起来执行 所以中间的变数是相当的多 虽然我们在规划跟设计的阶段已经尽可能将可能发生的风险 以及可以预期的变数都已经规划进去了 但实际进入到执行阶段之后 的确还是产生了一些自然难行的地方 那针对这些在当年度执行进度不预期的计划 我们都会在下一个年度持续的针对还没有完成的工作 来补足它应该要完成的进度 那就我们过去执行的经验来看 多数因为我们每项计划都是多年期的计划 对所以可以在它当年度没有完成的工作 我们都是会尽力的 而且有把握在下一个年度来把它补足它相关的进度 所以有关这个技术合作计划执行进度的部分 还请各位委员就是给予支持 那如果说我需要个别计划 它整个补足进度的状况的话 我们会在相关的这些细节的资料 都会再补充给各位委员 以上报告 好 其他委员有没有要补充的 所以我们提案委员是说要冻结400万 可以了 是不是可以请委员再扫动一点 扫动一点300万 300万 好 那提书面报告 把所有相关检讨进度跟改进的方针 全部要送过来 书面报告同意后使得动支 现在第一案冻结300万 好 第二案 第二案有关就是我们理议费增加了个原因 我想这边跟委员说明一下 实际上这两年就是因为我们国会的计划执行的成果 我们希望借由不同的国际场域来说明显示我们台湾对于国际的贡献 所以跟往年相较 我们多了参加了好几个这个国际的活动 例如我们在7月的时候参加联合国的永续发展高阶政治论坛 然后我们也参加了这个联合国期后变迁刚要公约的地月方大会 还有就9月的时候 我们甚至与纽约办事处合办的一些介绍我们有关永续发展的一些计划 就为什么我们今天这个旅运费就要以往相对增加 过去主要是计划执行 现在我们就如何把我们计划的成果在这些国际场域来呈现 就为什么我们的旅运费会增加的原因 所以请委员能够支持 好 其他委员有没有要补充 国际政委员 那个因为疫情的关系这个旅运的费用会不会有出现变化 减少还是说次数减少或是什么 跟委员报告 其实目前为止我们所有原来预定参加的活动 几乎在第三季 第四季 是在目前为止并没有任何实际上确认不会参加不会举行的东西 所以基本上如果这个年终以后疫情渐缓可能应该都会参加 可是你这个是整年度的计划 整年度的计划你前面的一二季的呢 那所以现在三世纪如果可以疫情趋缓之后 你可以继续参加第三季 第四季 那但是一二季的预算就是不用粗略的啊 不过跟委员报告一下 实际上今天我们从一月到现在为止 我们这个出差的任务 在疫情还没有严重爆发之前 我们这个已经完成的这个出差已经达到二十 达到三十五人次 那没有执行的实际上也只有八个人次 所以相对来讲我们原来就已经执行很多 所以目前影响还是相当的小 所以当然我们希望这个案子如果可以的话 有关旅运费的那个希望能够先冻结 不要能够删减 因为我们要看疫情发展到时候还得继续执行 是 因为你刚刚已经报告前面一二季的 已经有差不多十人左右的人士没有出去嘛 所以这个减列七十万 这个是属于应该合理性的 就减列七十万嘛 因为第二季第二季第二季没有去的嘛 好的 好就减列七十万 好第二案减列七十万 第三案 嗯不要启示主席哦 因为第三案到第五案基本上都是有关我们这个 我们三到五案一起说明 嗯我想第三案哦基本上也就是刚刚所提的有些类似哦 那就比如说我们这原来预进三四五一要参加的有四个国际 这个区域开发银行的从中文中银行还有美洲开发银行 还有亚洲开发银行还有欧洲开发银行 还有欧洲附近开发银行 这四个银行的会议本来都是在三四月五月开的 那现在目前我们收到的通知都是往后延 到没有任何取消的这个这个情形 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有些计划 原来要执行的 当然因为现在疫情没有执行 所以暂停不执行 比如我们投资的星期考察计划 现在暂时不停 但未来只要疫情可以一定要去执行 所以基本上我们对于有关旅游费 有关这个相关东西还是一样 就是因为疫情可能会在减缓的话 我们一定会参加 所以这一部分希望委员能够支持 好 现在是全部一起 没有我觉得是我们三个案子一起 就是我建议是不是能够冻结四百万 提案委员罗委员 可以 好 345 罗委员 合委员 都可以吗 可以 对不起 还有一个就是 这个第五案 本来说双案报告 我们是别改为书面报告 我们是别改为书面报告 好 345案 冻结四百万 各案都要提出书面报告 同意后使得动支 接下来是 第六案 接下来是 各位委员 第六案是有关于国合会投资BTS四目股权基金的计划 那就是计划成员委员 那就是计划成员委员在提案里面都有提到 这是在民国95年的时候做的案子 那95年有个历史背景就是那时候在2006年金砖四国是成立的 那尤其是国际上当时又以私募为创新的援助金融工具 所以BTS这个案子是国合会第一次尝试 用一种创新的方式来执行援助发展案 但是因为由于我们机构的能量跟属性 我们后来发现的确私募股权基金不适合国合会 所以这个案子执行的确没有很顺利 在105年一进入清算 那一共11个被投资的子计划 目前我们已经清算了只剩下两家 那这两家其实也会受到接下来的新冠疫情的影响 我们的确是会预见这两家要转手会更困难 但是就是刚刚我所报告的私募股权基金 我们已经发现它不适合国合会 国合会也只有这么一件BTS的私募股权投资案 那我们已经有做了学到了我们的经验习得 我们也决定不再参加此类的计划 那考量这个案子是14年前做的 那希望各位委员可以不用冻结 今年所需的业务预算 好我先补充一下 刚刚345案一起的 那以提案委员有在场的为主案 那我们就以罗智政委员的案子 来冻结400万提书面报告 那第六案请 任委员有没有意见 对不起我问一下你说这是14年的投资案吗 你这个9000多万的这个减损是累计的 是累计的 那每年像去年是多少 1700万 1700万 可以 这个给一个专案报告好不好 可以 可以吧 不要一般书面的报告 冻结部分呢 冻结部分就照100了可以吧 可以 好 第六案 冻结100万 做专案报告 厚实的动字 现在是7到9案 跟委员请示一下 就是因为第七案跟第八案基本上谈同一件事情 是不是可以一并来说明 各位委员 那第七案跟第八案都是问到中美洲区域咖啡秀病的贷款专案 有执行不利的状况 那基本上还是要跟各位委员报告 咖啡是中美洲非常重要的经济作物 所以协助中美洲恢复咖啡的生产力 对他们的国家来讲一直是非常的重要 那这个案子呢 是因为会有很多的外在因素的影响 这个案子我们在 其实在107年 已经有第一个国家跟我们申请了贷款 我们也签约了 那依照他们国家的程序 要把合约送到国会去通过的时候 那那个国家是沙瓦多 就刚好发生断交 所以我们就整个案子配合外交部的政策 我们停下来 但是在那之后我们又继续努力 在第二个邦交国 就是在瓜地马拉 瓜地马拉也送了跟国会提案 他这个案子的需求 整个案子有2亿8千万美金这么高 那就是也可以再度证明说 咖啡对于我们中美洲的国家是非常的重要 但是国会的贷款额度只有4千万 这个程序 其实我们也都在互相的沟通 在执行当中 但是又刚好遇到去年度 瓜国他们转换新政府 所以外交部也希望说 国会先暂停 来配合外交部助管 然后再跟新政府讨论 这个计划该怎么执行 所以我们现在的确手上有个子计划 就是瓜地马拉的 对于咖啡秀病贷款案的需求 但是我们还是会依照 一个是我们外交部的政策指示 第二个是瓜果的国会 审议的进度来执行它 那基本上这是一个贷款案 并不是国会的预算 所以这是一个贷款的承诺 那以上报告 请各位委员能够支持 那因为在整个贷款的过程当中 其实我们这个是 怎么讲就是借款人 他必须依照他的需求 来跟我们提出 所以不是单方面的 国会说我今天要把钱拨出去 钱就在人家的手上 所以我们还是要走他的程序 贷款的申请的程序 让借款人依照他的能力 跟需求来请款 那这个案子其实 它的承诺歧视到111年 不是今年 所以上述的情形 请各位委员列入参考 那因为这是一个贷款案 跟国会的执行预算无关 所以可以请各位委员 就是予以同意 就是我们可以提交报告 那个我再补充一下 这个案子就是 基本上委员很关切 我们这个执行的问题 但这是刚才很标准的 国会本身的功能 来配合外交部 这执行各项业务 所以刚才我们同时报告的 第一个本来实际上 如果我们当时就 不因为宗萨断交 而依据我们跟 中美洲经济整合银行 签的约 我们有拨款的话 今天可能问题更大 所以当时就是 因为情势变迁 我们立刻停止了 即使是不符合合约 苏联要求卡贝尔格配合 所以也配合了 那接下来 转变成瓜地马拉 希望能够进行 那也是当地政局的变迁 那政局变迁也绝对不是 我们国会能够去影响 或是任何作为的 那也当然外交部有指示 所以就完全这个案子进行 我们是完全配合外交部来做的 所以我们来讲这不是 我们执行力问题 我们只有执行力 才能够顺应实施 能够随时的调整 我想请委员能够了解 好 罗委员 我会再请你们离弃一下 这个所谓先期研究 评估研究的业务费 是我们出钱 然后聘请 帮当地国聘请相关的 什么律师啊 什么去做 这里面主要是 我们的出差费 那有时候我们 譬如说咖啡秀病 我们其实请过 台湾的疫病专家 跟着我们一起去出差 所有专家顾问费 那当然 在协商的过程当中 如果跟债权非常有相关 我们还是需要 律师处具法律件 所以主要就是出差费 律师费顾问费 但是是国会在用的 对啊 你是不是刚才讲嘛 是执行外交部的交付业务嘛 然后帮当地国聘请这些东西 这些相关的人 去帮他写报告嘛 然后来 请求送信嘛 不见得 因为有时候我们的 寿源国家 他们自己有他们的proposal 因为他们最了解 他们国家的状况 但是他们的proposal来 如果我们经过台湾的专家检视 认为有可以再更精进的部分 那我们会再跟他们一起去修proposal OK了解 所以是 呃 汪委员他现在只讲到七八案 还没讲到第九案 所以七八案是不是 因为刚刚这个说明 委员能够同意支持民与凍结 过了 民与凍结 书面报告不用了 好 那七八案照列 第九案 嗯 我想第九案这个 温委员关心的主要就是 我们计划执行的成效 还有先期评估 刚刚我们同时已经说明了 就是一个计划本身执行的成效 还有我们先期评估的重要性 那我不知道这个委员是不是需要我们再进一步的说明 请问委员 那个 来我们先期评估 还是要再讲再一次好了 那个计划注有关计划执行的成效 然后同志处 那个先期评估 这边跟各位委员再次报告 我们在计划进度执行的成效的部分 那呃 国会我们持续都有在呃 监控各个计划执行的进度 那以我们一百零八年度为例的话 我们大约在七十多项的计划里面 到一百零八年度年底维持 大概有二十二项的计划 是没有到达百分之百 对 但是这二十二项计划里面 已经有四项 它的进度其实在年底 是已经到了百分之九十五以上 那它剩下一些小部分的工作 牵涉到合作单位 可能必须要给我们提交一些书面的报告 那我们这些持续在恰追当中 也会有信心在今年度可以来完成 那另外这二十二项里面 还有十一项计划 是它的年底的进度 已经到了百分之九十以上 只是还没有到百分之九十五 那有一些微服的工作的内容 比方说农业生产计划 它在一些产量上面的 它因为有一些跨年度的齐作的关系 所以在下一个年度 它会把这些进度相关的补助 那另外我们持续会去加强关注的是 有七项的计划 它没有到达百分之九十 那这里面可能就是会有一些 比较实质的工作的项目 并没有按照预定的进度去完成 那可能受到一些 当地国社会情势的影响 受到一些天气气候状况的影响 那这些部分如同刚刚所报告 我们也都会在下一个年度 来把它应该要完成的进度 以及完成的工作项目 都把它全出来完成 好 需要请问委员 那我想请问一下 我们这个计划已经有五年 对不对 从104年开始 12月开始到现在是109年 这个计划 那成效如何 委员您提的是咖啡秀并吗 那我们 是 因为咖啡秀并是一个贷款 那就是刚刚 那不是贷款 就是说 所以是 我们是出国吗 这个我们现在谈论的是 出国的金会 对不对 派人出国的金会 是 那绩效有没有 出国 我们一直派人出国 对不对 我想委员是谈的是 我们所有计划 执行前的派人出国的先期评估 我想跟委员报告一下 就是因为国务会 对于所谓计划的执行 都是按照我们计划 循环的一些规定 所以我们计划开始成行之前 我们一定会派人先去界定任务 确定计划是否可行 然后接下来进行计划评估 如何的进行 然后中间才有持续计划的监督 所以我想委员关切就是 我们到底先期评估有没有效 那我不敢跟委员讲说 所有计划一定有效 因为的确我们是计划在 这个其他国家执行 所以我们在计划开始之前 我们做先期评估的时候 以及尽可能的 把所有可能未来影响的因素 全部放进去 所以这计划 绝大多数我相信 我们都能够掌握当时 去先期评估所做的结果 然后来规划 计划的执行 那当然在计划开始执行之后 还会出现一些不可预期的因素 那也国会依据我们自己计划 认识我们自己内控制度 我们试图在会里面 跟我们计划协助 把计划能够适时调整 因应 所以为什么计划 即使有些落后 到最后基本上 我们就要能够顺利的完成 即使有些延迟 也都达到我们预定的目标 跟我们做个说明 那我们今年又编列 中交要将近一百万 本来是三百 去年的结算是三百一十二万 三百万 那今年编列到四百万 那我们是增加一百万 都是投融之处的部分 那跟委员报告 就是说 先回答说我们 去掀起评估那计划 最后贷款计划到底有没有成效 那刚刚我报告就是说 我们的贷款计划 其实是主权国家出来借钱的 所以对他们来讲 这是国家重要的发展计划 所以他们为了展现他们的攻击 其实他们都会很努力的让计划做执行 所以基本上他没有计划执行不张的问题 那至于投融之处的掀起评估 那是因为我们需要去看 他们提proposal给我们 其实我们必须去看 到底是不是像他所说的这样子 然后计划的项目 哪些部分是要跟国会借钱 哪些部分他们是用自己的资金来提出 那还有他们自己的国会程序 以及借款的是财政部 但是执行的可能是 或者衛福部啊公共工程部 这不同的部会之间怎么勾计 那以及在不同的国家 我们有不同的债权考量 所以这基本上是我们先起 评估研究所要做的事情 那为什么今年的预算会变得比去年多 其实基本上是真的我们的需求比较多 那现在因为第一季的疫情 其实我们现在手上有收到proposal三个 在邦交国 一个是巴拉圭的小企业代管计划 一个是在帛琉的国家电信升级计划 另外一个是在中美洲的贝里斯 San Petro的社区医院新建的建制计划 这是第一季我们原本就是规划要出国 那因为现在是疫情的关系 所以我们都没有出去 但是当台湾或者是我们这些邦交国 他们可以让我们再去出差的时候 其实我们会马上派人去 因为其实他们的需求在那边 因为最近也看到就是贝里斯 那个San Petro 它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光地点 那它现在就是疫情也到了 所以对他们来讲的伤害 那经济发展 观光是他们经济发展重要的命脉 所以我们会相信说即使是疫情 现在慢下来 但是今年后半段我们一定是要赶工 好 请说明的时候针对委员提出的意见 来重点的说明 所以我先补充一下 这个案子是五年的专案 这五年的专案4千万的美金 你完全没有执行 那109年又要再编列 这个你的先前的评估就有问题了 我们后面10到15万就要讲你融资的部分 所以你评估的这个状况都有 都没有评估的准确 没有去执行 所以这些政府的国家 才没有办法来跟我们申请这笔款项 所以那个欧委员 刚刚所说明的您的意见是 对不起喔 那个欧委员 4千万是贷款金额 我知道 可是你先前评估嘛 这是一起的啦 我知道评估部分啦 我们现在谈的是评估 你们都先前评 所以刚刚能同时解释票的委员是不是接受 好 那是不是就可以票3- 好 谢谢委员 好 第九案喔 我还是要补充一下 10到15案是要你们去执行的 你第九案评估的结果是这样子 五年的专案计划没办法执行 那温委员我们尊重他 那我们第九案就 那我们第九案就 赵烈 现在 10到15案 赵烈就是 就是不简不动嘛 对 来 谢谢老师 大叔好 你去 那个跟委员 10到15案里面 跟刚才谈到的一个咖啡秀病的 还有一个我们就BTS案 都是同样的 所以是不是我们建议委员 就这几个案子 刚刚前面已经 这个 BTS 已经 这个让委员的支持 那已经没有这个 这个在做什么其他的这个 工作了 那另外的就是咖啡秀病 刚刚已经就是 冻结了 呃 100万 所以是不是我们这几个案子 合并是不是委员也能够同意支持 我们以同样的数 因为都同样的事情嘛 是能够这个冻结100万 那我们再说明报告 可以请教一下 我们针对这个咖啡秀病 它是在2012年的时候 在中南美洲大幅度流行吗 那很想了解一下 就是说 我们既然是所谓的国际的贷款案 那贷款 呃 怎么了吗 对 就是它是一个国际贷款 那贷款的对象是他们当地国 还是由台湾贷款过去 那第二个事情是相关的利率 还有以及呃 我们是有所谓的专家过去嘛 对不对 那台湾除了说有专家 给一些domain knowledge之外 我们是否相关的职务的用药 甚至是职务的 他们在呃 针对他们的疫情好了啦 我们是否有相关的提供相关的物资过去 那以及呃 我们贷款案之后 有没有咖啡之间的交流或合作 可不可以以上三个问题可以综合回答 谢谢 好 我们是在进行之后 会一起去投入的 但是它不是在计划前端 而是贷款开始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贷款利率 那当然 呃 我们这个案子是 一样是主权贷款 所以国会的钱 我们跟中美洲经济整合银行 最后是贷给 我刚刚讲的 瓜地马拉的政府 所以是政府出面借钱 所以 这个就会回到比较一个国际上通常在讲的官方援助 我们会依照这个标准去设定贷款利息跟贷款期间 以上简单报告 那我再请教您一个问题好吗 像这个咖啡秀宾的贷款案不是今年才开始的吗 过去都有 那他们上一次的呃 我们上一次的预算过去 他们有所谓的还款的状况 没有用过吗 对不对 不是这个不是 这是贷款 所以它一直不是一个预算 贷款就是说这是一个commitment 就是说今天国会为了协助中美洲的友邦 来对抗咖啡秀宾 对 我们跟区域开发银行 成立了一个专案 说国会出了四千万美金 中美洲经济整合银行出了四千万美金 在这边 你们有资金的需求 你们来请款 嗯 来申请贷款 所以它一直不是国会的费用 所以刚刚有可能就是把一些观念混在一起 这不在预算里面 这不是 对 了解 所以我们应该要多多支持 好 任委员 我问一下 他一直为动波 他理由是什么 是核待了 然后他不欠钱了 还怎么样 不是东波要先签约 那他不愿意签 我们萨瓦多签了 但是就断交了 对我知道 所以这笔 就没了 现在在等瓜地马拉 那瓜地马拉的 瓜地马拉也有一个 一个案子 但是他们新政府上来 所以新政府又要再重审 旧的国会已经审过了 但是因为新政府 他们要2亿8千万美元 我们只有出4千万美元 其实需求一直很动 那你说这个当然是银行的这个融资 我们有没有业务费用 或相关的费用 incure在这个计划里面 就出差费 就这样而已吗 对是 还有一些律师费 那你确定新的政府 那个会想要用这笔钱吗 我们知道咖啡 对于中美洲一直很重要 我们认为啊 他们的proposal 他们可能会去改内容 跟前政府的计划的重心 可能会不一样 所以我们必须等他们内部 把他们自己的proposal 那整个计划会重来吗 呃 至少目前我们知道 它是proposal 放在他们的国会里面 没有 对啊如果计划重来 整个过程要重来一次吧 一定要 对不对 那所以你的业务的费用 可能又要 我不知道够不够啦 我现在讲就是说 如果要重新再提一个信贷案子 不是就案延续的话 那整个又完全不同了 那会差的是律师费 因为我们可能要去 对啊所以我在讲说 你没有想过这个情况啊 因为搞不好你的预算里面 也没有编这个东西啊 所以要委员支持 不要删掉相关的预算 我们其实有 有收了承诺费啦 嗯 好委员 有意见吗 好 那 本席这边哦 我的提案是十四案 那刚刚有提到了 这个是五年的专案 四千万的美金 我们这个涉料那边好像 尋同虚涉 从104年到109年五年 今年年底 这个专案就要结束了 对不对 那 当时的评估 有没有 如何去执行 有什么困难 这些都没有做认真的评估 所以我们需不需要再做这个国际的援助 所以我认为说 除了要做专报以外 还需要去讨论 还需要去讨论 有没有需要我们自己去做这个援助 所以 在这个部分哦 各位委员 刚刚的 刚刚的 说明都已经清楚 还有要补充的吗 好 我建议 何委员在 何委员在 文委员 我建议就召主席啦 就冻结五十万 然后提出面报告 可以吧 何委员 呃 我的建议是 是否就 四十万了好不好 因为我觉得还是要留一点空间给他们 因为现在国际情势其实不太明朗 那所以相关的预算 我觉得给他们一点空间 对 好 谢谢 因为这些都 其实我们东西太不明朗了 好 我的建议也是一个书面报告 应该要出来 我委员 这个计划应该是到年底就结束嘛 对不对 那如果结束不用的话 是不是要归回国库 好 那这样子的话 你动 蛤 我看这是 这笔金会是社要那边 要有我们的友邦提出申请 没有用当然是 就回到预算里面 好 对不起这是国会的自有资金 所以这不是政府的预算 基金 对回到基金 对 其实这笔钱一直在国会手上 我们现在没有播出去 然后这计划是五年 其实是要到111年 111 不是 然后基本上不好意思 就是如果我们看到邦交国 还有需求 我们是可以修约把期间再往后拉 老师要了解这一点 好 蔡委员 不行我都还没讲 你刚说修约往前那是你们的 往后呢 问题是我们的预算都是到五年 你要另外送啊 所以你讲这句话就不对了 不是这不是预算 不是啊 我的意思是说 投资融资业务这笔钱嘛 那我现在问题就是说你的 案子 这个案子是总共编了 600多万嘛 对不对 那刚才你刚才讲到目前 只有瓜地马拉 有在跟我们推动这个案子 没错吧 那瓜地马拉这个案子 我们预估 在这笔预算里面 我们会动支多少钱 没有这个案子 你们总不会全部用完吧 你的 里面包括同资计划监管 业务费 勞务位手续费 丹事务费 特别加上你们能不能花多少钱 那跟我们报告一下 实际上这个是只一个案子 所以我们实际上今天 同资业务不是只有一个案子 所以他今天所编的预算 是包含其他所有同资业务 现在您看的咖啡优病 只是单纯这个 唯一的一个 一个跟这个区域看法 那你们总共几个案子啊 来 啊刚刚有提到的是说 现在我们至少手上 收到的新案子有 有巴歸 有波六 有佩里斯 都是 都是还在掀起评估的阶段 但是都是用 投融资业务支出的预算来推 那你们有没有把那个细节资料给我们啊 可以 你刚刚讲说只有八个案子嘛 对不对 你刚刚说有八个案子 哦我八个是BTS的被投资 对啦我是要说 就是会用到这一笔钱的 我是要确认而已啦 好没问题 所以你说有八个案子嘛 可以用到这一笔钱 那这八个案子 除了刚刚讲的瓜地马拉之外 你其他几个案子什么时候送件的啊 就是把全部的我们所有投融师 现在奔在预算里面 要执行的时候 对啦我的意思是在这边嘛 那现在我们为什么有人提的原因 就是因为我们认为你们执行不佳嘛 所以才会说 要有人说要冻结要删除 我意思是说 你刚刚讲的这么多的执行内容 你总共每一个要花多少钱 其实都有规划啊 没错吧 这个 我们没有执行不佳 是他们瓜地马拉政府 我知道我是说 相对配合的问题 那没有问题 我想我就基本上委员关切的 就是我们有关这个预算 因为你那是一笔钱放在那边等他们来申请嘛 那他们有很多的条件 也说申请了 你有不同的意见 我的理解 我的意思是说 你的下面的同业务支出 这个业务支出费用里面 你一定有想说 大概哪一个东西花多少钱 什么花 你才会编出这个金额出来啊 不是吗 是 那我今天问了说 那你编出这个金额出来之后 大家刚刚讲的这个 咖啡的那一个部分 你们当时雇是会要花多少钱 其实大家就是问这个问题 讲那么多 那我现在问就是 你们咖啡的那一个部分要花多少钱 咖啡的部分其实不多 因为 不多是多少吗 总有个金额吧 好 委员就是 今年如果要出差 一个人次的出差费 加上可能的休约费 不会超过25万新台币 好25万嘛 新台币 那我想请教一下 那你原来原始雇的时候 咖啡的这个案子里面 因为你们总共通用应该有列项目出来嘛 对不对 你们列项目出来 就原来你们讲到咖啡这个案子里面 你们预估你们的业务 在这个通用费用会花多少钱嘛 应该也有这样的规划吧 对不对 有 那当时是估多少钱 那就是估多少钱 扣掉实际可能不会问的 就是我们主席讲要冻结的嘛 就这样子 那个 实际上我们图自己估算了一下 嗯 是不是 其实就是 第 今天到第14案嘛 这第14案 那如果陈队针对我们 投入之处有关 业务费用 我想 这个刚刚 那个 我跟您说了 就是如果可以冻结40万的话 那对我们来讲应该是有帮助 那我想细节啊 我想书面到时候再给 这个委员能够进一步的了解 嗯 10到14案喔 虽然说14年把编到15万 15万就是另外 15万是针对是出国的旅费 所以我们把15万先等会再讨论 10到14案 这么多委员都有意见 而且也没有很清楚 我提案是 要做专报 详细的说明 冻结只是为了让我 大家报告更加精准 详细让我们了解喔 所以我们还是维持冻结100万 做专报 事后死的动机 那大家要更清楚一下 好不好 主席是怕你们的时间牌专报而已 嘿嘿嘿嘿 沒關係啦 大家都还要了解嘛 好不好 那因为后续第15案 第15案就针对 出国的旅费啦 出国旅费是 130万2000元啦 好 这个部分 所以 有可能去执行吗 你们有呢 要准备派人出国吗 几个人次 我想这个就跟其他一样啊 就是我们投公司案子 不是不做 只是目前暂时不做 等到一旦开始 刚刚同事提到几个 这种巴拉圭也好 贝里斯也好 都要陆续派人出去了 那我们每次出去的时候 至少一个计划的 升级评估 自己的同事 加上可能 这个法律意见的 或者是工程相关的 大概都至少四个到五个人次 所以对我们来讲 的问题就是说 现在 没有发生 而是以后应该还会发生 除非今年疫情都不解决 不然我们预算在未来 因为这个状案到109年年底嘛 是不是 好 状案 预算 预算 这个是我们今年的 对 所以你这个旅费也是排到今年的嘛 所以你今年年底 还是会派人去 对 除非疫情 只要疫情和缓我们就必须 因为实际上是对方提出来的一些贷款案 我们必须要去做的事情 大概四五个人的预算啦 好 那15案就照列 好 来 罗委员 10到14要提专报的时候 可不可以 说明一下我们跟BCIE合作的模式 跟运作的方式 因为里面邦交国越来越少嘛 对不对 然后我们是 只借给我们的邦交国还是 都可以 这模式稍微解释一下 因为 如果我们不能主导 讲难听点就是他的邦交国 中国的邦交国越来越多 然后他的董事 会不会主导 这个 我们未来的合作计划 这可能要了解一下 好吧 把这部分写到专案报告里面 好 那我们 10到14案就要排专报 好 我们先冻结 100万 那15案的话 你在做专报的时候 也要报告 你有没有派人 准备 出去的部分 也一起把15案也做个报告 好不好 好 15案照列 要把15案的那个 有出国旅游的 出国部分 做个说明 一起跟10到14案一起做说明 好 第16案 是跟委员报告一下 第16案主要是关于说 因为疫情的关系 会不会对奖学金计划的影响 那这部分跟这个委员报告一下 我们编列这个预算 主要是支应目前 大部分的经费是支应目前 在台湾念书的旧生 就是缩一缩二的学生 那新生的部分 是今年9月才会进来 所以它相对它占的经费比例是少数 那再来是目前的这个 各大学校的这个招生作业 也并没有减招或缓招 那我们认为 是说这个9月的时候 这个疫情应该会有趋缓的状态 那再来是受奖生 他可能也不会因为一时的疫情 他就放弃说来台湾念书 两年的这个这个机会 那再者是说目前 台湾的防疫的这个情形呢 是比欧美国家还要好的 那如果这个学生是会 因为疫情的考量的话 那他应该会更加选择 这个这个来台湾念书 那再来是我们的这个预算 在去年度的这个执行的这个状况 也都将近达到百分之百 所以因为 所以这笔预算是希望委员能够支持 好我刚刚先补充宣布一下 10到14案 以14案为主题案 好 那16案的话 因为 疫情的关系 后续的发展 还是需要详细的报告 好 那我就提议 我们第16案就 冻结 100 冻结200万 好 就不简列了 拿做书面报告 之后死的动字 好吗 是 是 好 接下来17到19案 主席 主席各位委员 那这边报告一下 关于我们 关键指标的这个部分 那因为我们是配合我们的业务 期程大概是一个中期的方法 所以我们107到109年的绩效指标 其实是在106年的时候就订定了 那为了 为了确保我们的绩效指标符合我们的一个趋势 还有我们业务执行的情形 所以我们是在每年 就今年109年我们在每年年初1月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在重新检视这个指标的 好 不要开心吧 好 陈委员 我觉得是 它上下半年度的指标 因为浮动太大 因为真的跟我讲滚动是修整嘛 那我想说 可以用一个 在过去几年的经验得到一个平均值 或者是上下半年的绝算方式 去提一个新的数字 因为我主要是针对这个日常膳食增加的部分 你提去年年初定1400来1600 然后后来 会改成4100 然后今年提1200 看一下 1200这个数字是106年度的时候订定的 那因为我们是一个滚动式的修正 所以我们在109年度的1月的时候 我们已经调整到符合时期的情形 所以我们调整到4200 那委员我了解您的意思 所以我们是不是 我们今年度已经会落实 就是我们会在4月份 我们在做110年的预算的时候 我们就一并检视我们110年度的绩效指标 所以我们就提前作业 让我们的预算跟指标能够相符 好OK啊 谢谢 可以各族决议 好 这有意思吗 嗯 该主决议的方式 嗯 好 那我们17案就搞成主决议 18、19 18、19有说明吗 嗯 还没说明吗 好 18、19 嗯 跟主席跟委员报告 就有关于18、19案的部分啊 主要我们在这个管理费 业务费向下 其实我们每年是硬实际需要来编列 那下面各个项目其实互有增减 然后我们主要108年呢 嗯超过增加107、109年啊 比108年增加1.8% 总共有差不多56万左右 那其实主要啊是反映市场成本 那以我们本会的办公室清洁案为例 因为反映市场的成本调升 以及因应基本公司调涨政策 那我们新案子其实比去年啊增加了30% 差不多金额是在37万左右 那另外我们也参考了行政院所属地方机关 学校员工协助方案 跟新竹生命县协会有签约 然后办理本会的员工协助方案的咨询 然后这一个部分增加了10万块 那另外 嗯 在那个 电费的部分 我们去年 预估会调涨5% 然后我们作与调升 增加预算贬列2% 所以以上是增加的部分 以上报告 呃委员会提出来有意见就是 因为你们细部都没有说明 因为去年跟今年的预算 有增加部分 以后还是请要说明清楚 是 那 呃 18 19 就赵烈 谢谢委员 好 请王委员 谢谢主席 呃 那我有跟罗委员沟通了 他应该OK啦 好 那我们就修正第六案改成书面报告 今同意后死的动资 OK好 谢谢 二十案 说明 好主席各位委员 这个案子的解释就是额预算有增加 那我们在那边补充说明一下增加原因 就是呃本会管理费109年度较108年度增加的原因 其實主要是員工年度的進行跟依據本會員工退職府去辦法 我們提列退職準備已經缺口所造成的 那因為這兩項預算的調整呢 我們都是參考上年度的決算金額 還有計算報告來務實編列 那在這邊建勤委員就是名語簡列 請問委員 因為你們今年的預算增加到500多 也沒有詳細的說明500萬是用途 所以我剛才就是補充說明了一下 那主要呢我們是依據 就是之前的前一年度的決算金額跟精算報告 然後呢就是增列了人工他年度進行 還有就是退職府去辦法 我們那個缺口的增列 主要是這兩項的費用 主要是這兩項那 是 那是三件少一點好不好 三件少一點好了 報告委員就是我想這兩個費用啊就是必須要支出的人事相關費用 所以這個基本上如果要檢列的話可能會影響我們一些同仁進行也好 或是一些我們這個退職這個提列的這些問題 這是很務實的一個實際上人事支出的費用 那當然今年會增加500萬的原因就是因為隨著每年會有進行調薪 所以才會有這些這些區域 當然之前我同學沒有提供細節所以委員不了解 現在就進去說明之後希望委員能夠支持 因為的確就是我們國會本身在人事運作方面一個很必須必要的支出 隨著每一年的這個調整的 企業委員 我們請教郭和徽喔 為什麼我們執行進度會落後 這個部分 第20案 他多項合作技術的計畫執行進度都落後 這個委員其實這是兩件事情喔 第一個這50萬就是我們人事的相關的費用 那至於計畫執行落後 我想剛剛前面我們接觸的這個這個處長也說明了我們這些計畫執行可能會造成落後的原因 那當然一再強這個說明國會在這些住在國執行計畫 都涉及到當地這個執行文化的不同 還有對方政府協調的問題 所以有時候難免會有執行進度落後 但我想對我們國會來講 對於了解的問題是我們針對問題試圖解決 那這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一個過程 我想我也能夠了解 還有國際關係也會影響了 我相信我們計畫的成效就是因為我們很認真的希望趕上進度 把按照我們計畫的目標來做 我想出來可以夠體會到 了解到我們國會的重要性跟認真 好 繼續努力加油 那請問羅委員 這個怎麼決定我們意見 但是就是說如果要提書面報告的話 我今天一定要寫一下一個東西 就是說你們任何一個報告 任何一個計畫一定有一個先行評估嘛 對不對 然後後來說有出現不可抗力沒有預期等等 你就要去研究去分析說到底為什麼那些沒有想到 或者說這些東西不在你原來的報告裡面 你要做一個對照表來分析說這個東西的確是你沒有想到 那回過頭去檢討那個寫報告的人呢 為什麼當時沒有想到 對不對 那當然完全不可想到 那沒話講 每一個報告都要檢討報告 檢討你當時的先行紀固報告 為什麼有出問題 好不好 謝謝委員 實際上跟委員說明一下 實際上我們自己國會是有做的事情 我們這個從開始先行報告都有結案報告 我們都會做回頭看當時為什麼 但是有些的確 有一些在開始評估的時候可能會忽略到 但實際上我們現在國會最強調的是less and learn 所以我們等於所有的計劃進行到現在 我們確保以後 那我問你 然後不可預期是減少還是一樣差不多 不可預期就看哪一些不可預期 對啊 所以我講吧 如果說你有檢討less and learned 如果說的確有進步 那表示你的不可預期應該越來越少才對啊 不過剛才委員建議很好 我想我們接下來就是可以做一個對照的方式 我們來做一筆 的確是可以這樣做的 我想我們會來徵照這個 否則我如果一家公司要出錢找顧問的話 這顧問老師說 喔這是不可預期的 喔那個沒有想到 那我只要顧問公司看 我們再開始刑期評估會這樣講嗎 對啊 但是我現在解決就是說 如果國會要自己改進的話 或增進的話 我要是國會董事 我不會這麼讓你們輕易放過的啦 就是說你們要寫好報告 不然先行評估高等也是假的 好不好 寫一下那個對照表現 或者說為什麼要檢討 當時寫先行報告沒有想到 當地政情變化 你如果沒有想到就表示 每隔幾年就有選舉啊 一定要努力的啦 這個最每個計劃都有那個先前的評估 國際的情勢 跟未來的發展 你都要看你的執行有沒有可以協助的地方 這個是很重要的 那請教溫委員 你的提案 請他們寫個報告吧 蛤 書面報告 請他們寫個書面報告吧 書面報告 那就是改凍結是嗎 改凍結 凍結 凍結 凍結是多少 一百 好 二十案 凍結一百萬 書面報告 尖統以後死的凍之 現在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案 主席以及各位委員 那這四個提案的內容 還是跟之前已經跟各位委員報告過而已 有關技術的作為計劃執行的 部分技術的作為計劃執行進度不預期的部分 那我會贈到剛剛委員的指示 就是針對我們在計劃的設計規劃 以及後續的這個執行 執行的落差 去進行一個對照的分析 然後把它讓為我們未來 可以持續經濟計劃執行進度管控的一個參考 王委員 好 謝謝主席 我先從二十一案提起 二十一案我們國和會在一百零九年度 委辦支出是編十二億三千六百八十三萬 那比去年的支出是多了一億 增加了一億一百零六萬三千元 增加了百分之八點九 那根據我們對外援助 根據的國和法 或者是國際合作發展 事務規劃評估執行監督 及績效考核辦法 都要這些計劃內容的內容啦 金額啦 可行性效益 都要進行先期的評估 那我們後來發現 在一百零七年度 一百零八年度 國和會有六個計劃 一位助團事前的評估 可能不盡理想 所以可能有些問題 那這六項計畫 因為事前沒有審慎評估的部分 我期待看到一個檢討的報告 跟原因 那在檢討報告跟原因還沒有出來之前 我是提案凍結三百萬 第二個我沒有寫在裡面 我要救救一下國和會 你們的人事費用很怪 我去幫你們算了一下 你們的人事費用 從2015年到2020年 人數是有變動的 2015 116人 編制人員 2016年是112人 少了四個 然後呢 2017年也是112人 那再來 2018年變107人 2019年就116 2020年你們也是編116 所以人數會變 但是你們人事費用放在管理費裡面 並沒有編足額 你們都只編 像2015差了5111萬 到2020年 數額差了5057萬 那人事費用差了這些金額 你們怎麼處理呢 你們用這個補助的方式 你們等於是業務 貪出的時候 貪出一個管理費回來 等於是 另外一筆錢 抓回五千多萬 四千多萬 回來填這個人事費用 我一直看不懂你們這個設計的基準 到底是為什麼 我再講一次就是 你們的管理費裡面的人事費用 編的不足對不對 你們人事費用並沒有編足 那一般我們不會這樣處理嘛 可是你們另外的費用裡面 抓了一個貪出管理費回來 那個金額加上去 剛好就你們人事費用的需求 為什麼要這樣設計 為什麼要繞一個圈 這第一個 第二個如果這個增加人事費用的話 你們人員 我剛才念的那個編制數是不同的喔 那不同的話 你們好像執行的金額差異不大 也就是 人員的數額有差四個差九個喔 但是你們支出的人事費用 金額差別不大 那那是怎麼核銷的喔 所以 這兩個問題 我並在這邊一起討論 就是 國安會當然在國際上 有一些特殊的處理方法 如果這個是牽涉到特殊的處理方法 我可以接受說明 但是如果沒有的話 這在會計科目上來看 這個賬做得很繞圈圈的 通常賬繞圈圈我們就要問一下 所以 第21案 我是以你們的 助團的那個 六項計畫 沒有好好評估 導致一些疏漏 我看到檢討報告 就讓你們解凍 九島報告過來我就讓你們解凍 但是 我希望你們在說明的時候 我剛才提的這一個 你們的委辦費 管理費跟人事費 變一個三角形 錢在裡面賺 然後差額大概就差五千萬 那五千萬是有什麼特別的用途 還是 你們在作帳上有做出 不得已的做法 如果兩項都沒有的話 你這個沒辦法說服我 你們錢這樣編 這是第21案 主席我是先講21案就好 謝謝 所以 那各位委員要不要講一下 有什麼不得已的做法 先說明一下好 其實我們那個人事費的編列 是依照我們 就是現有人員 的那個 的人數 你們有沒有編組嗎 其實有編組 就是在 編組為什麼要回來 貪出管理費用五千多萬是怎樣 那五千萬那是那個外交部 他要貪給我們的一些費用 就是每年委辦經費 那個費用是不是用在人事上 他是整個 這個不要整個 那個費用是不是用在人事上 就是 你這樣繞齁 又被你繞走了 我現在簡單 你那個貪出管理費 是不是回來也是用在人事上 就是他是分 是或不是嗎 他分 你不能騙我 你可以說不講 但你不能騙我 是分攤人事幼齡 為什麼 對啊 他就是人事費嘛 因為我們這些人 沒有編在委辦預算 就是國會現有的 所以你們有人 可是你們的人事費齁 你們人員的編制跟人事費 是夠的 只是你編在管理費向下不夠 所以你用這個貪出管理費去回田來 你現在跟我講 這個人事是沒有編制內的 那又抓到另外一筆錢 那又抓到另外一筆錢 這都是編制內啦 所以你需要 照實講 有機密要是真的機密 你可以私底下講 那你不能騙人 因為 這個這樣一個蘿蔔一個坑嘛 你現在如果跟我講說 這不是編制內的人事 那你原來人事規劃的那個錢 就多了一個五千多萬啊 沒有 他不是這樣 他就是我們國會的 現在目前的人數 去編出一個人事費齁 那因為我們這些人 這些人的人事費 也是在做委辦的業務 那所以委辦業務那邊 他要分攤我們這些人 對對對 你這樣講不對喔 你這樣講不對喔 剛剛已經指示了 就是說我們書明報告 針對我們的落後情況 還有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我現在去問 除非李玉琳說他沒有興趣聽 否則你們應該在這邊說明 黃委員講的都是重點齁 你的人事費 裡面又含光了管理費 那你的人事費是正式任用的 管理費是屬於聘估的還是怎麼樣 所以你在這個基金部分裡面的 這些預算 你不能隨意的 隨意調控 主席 你這樣誰是要調控這個人事費了 主席 我為什麼沒有寫在凍結的提案裡面 因為我覺得這個怪要有個道理 否則你們的財主當然也不會放你過 我不認為你有什麼不法 但是這個很怪 我再講一次 你的人事費放在管理費箱下沒錯 可是你不足 然後你後面那個貪出管理費 那個錢也是用在人事上嘛 那你現在告訴我 他在補哪一塊人事 為什麼那一塊人事 我們年度的人事預算不拔編組 要用貪出管理費移過來 這是你們作賬的文化 還是有不得不的理由 還是我理解錯了 這個錢是另外一筆錢 你要說明 那個其實就是那個 就是目前這些人事費 就是現有的人員的費用 那我現在是給外星人的 那就是大概 目前人事費大概是大概 就是大概一億五千多萬 就是最近編組 你不要在那邊繞圈了 我剛才講的錯你糾正我啦 就是說你們人事費 比方說以2019年來講 是一億五千四百七十九萬 可是你看你們管理費向下 你們編的人事費用 是差了幾十萬喔 然後呢 後來你們有一個 貪出管理費裡面的錢 就我了解 這些錢有部分 是來補助人事費 我現在一個基本問題就是 人事費是可以 何時計算的 你為什麼不原來編組 為什麼要去補助裡面 貪出一個管理費 又回來到你們 國和會裡面的人事費 我不懂你們這個作業是為什麼啦 報告員我想喔 這個問題應該這樣說 因為我們過去都這樣做 那現在委員提出問題 就給我們一個機會 去重新檢視 然後給你做好好的報告 我們這邊最支撐應該是次長嗎 過去都這樣做 過去都這樣做的背景是什麼 應該這樣講就是 部裡面給的這個 我在猜過去的金額會更大 未必吧 就是根據 不會啦 就根據我們的委員辦費的 以前國會的規模會更大 以前今天曾經過 這個有沒有不得已的外交理由 還是 應該沒有啦 這個其實在關係科目上不對喔 亂編齁 塞世英委員說亂編耶 亂編就要砍掉了 報告委員 我是外交部主席處 好來請說 因為那個國會會這樣編喔 其實是有他的道理在是什麼呢 因為我們外交部委託他的業務 他是用他現有的人去做 所以他現有的人呢 一部分的公司是做他們的 一部分是做我們的 那做我們的部分呢 因為我們在管理會裡面 有人秀給他 所以他要做分攤 因為我們的 他做我們的這個部分 不能因為這是外交部委託他的 所以他用他人力去做一個 你告訴我國會有哪一件事情 不是外交部委託的 你找一件給我 你找一件給我 他既然這麼大膽 他做的事情不是外交部委託的 因為國和會的預算呢 外交部只有給他的部分呢 是十幾億而已 有些是國和會自己本身的預算 他本身自己有自己在做的預算 不是 科目人事費就人事費 補助就補助 你這個意思嗎 就是說你們為什麼不把人事費弄足就好了 為什麼要去貪提 貪出管理費回填人事費 因為這個部分是因為他做我們的業務 我們給他做業務的時候 當然要給他有做這個業務的 他的業務最起碼95%以上都你們的 他有自己的預算 他的預算也是你們給他的 我的意思是你們錢都是你們的公款 這個貪出管理費 我們就給他12億左右 我覺得這裡面這種處理方式 應該有些歷史因素在裡面 一般的財政法人 以往大概都是這樣子 像經濟部的財政法人都是這樣子 用分攤的 因為像以工業院來講 經濟部給他是某部費 他自己用費 我跟你講 我基本有一個看法 這樣子會把人事費用壓低 我們在監看人事費用的時候 就沒有精準了 因為你藏到那個貪出管理費 這個部分 我不跟你們在那邊繞圈圈了 基本上 我提了21案 我希望照案300萬凍結 可是你們回來說明的時候 除了我案內那幾項缺失以外 這個部分說明一下好不好 因為這樣繞得越奇怪 我們就越想看了 很多意思嗎 像這個是繞得跟一般正常方式不一樣 請你們詳實說明 給我們本委員會都看一下 好主席謝謝 蔡委員 那個 秘書長 請問一下齁 你在外交部的本職是什麼職務啊 大使回覆辦事 大使回覆辦事 你在外交部的薪水是多少錢 你不可以問這問 就是法定 大使回覆辦事的薪水 包含主管家給 那多少 主管家給3萬多吧 全部加起來 12萬 12萬 我想請教一下齁 你的副秘書長 每個薪水都比你還高耶 是沒有辦法 這都可 我就說這個制度設計的蠻奇怪的啊 就是說我為什麼這樣問的原因 是我看到你們提供的資料齁 秘書長當然是領兼職 可是你們的副秘書長 處長 我相信這個編的會不會蠻奇怪的一件事情啊 怎麼會 秘書長呢 派了一個秘書長的本職薪水低 不 他是因為財產法人 如果今天這個秘書長他也是 不是兼職 外面有的話又不能進行標準啊 因為財產法人他這個本身一個 什麼虛心的標準 我想請教一下 秘書長過往都是兼職的 沒有專職過嗎 有 有 實際上從這個開始到現在為止 這個大使沒有 大使 那我想請這個秘書長 專職有三個 我想請教一下這個秘書長專職重不重要 現在我等於某種程度是專職啊 因為我都在國會上 那為什麼我不要把他掉去當專職就好了 他薪水比較高 我是公務員啊 他是公務員 所以不行 我一個公務員 其他都是勞資法的 勞資法的 我為什麼這樣問的原因 就跟剛才我們那個王丁寅 其實是要問接下來問的問題 就是說你另外你的預算都按照勞基法編 你的預算就要編組嗎 你怎麼可能會一個按照勞基法 預算沒編組 但是我看你們的薪水 我後來瞭解一下你們的薪水有調整過嗎 是不是因為調整 但是那個地方沒有相對的編組造成什麼情況呢 應該這個細節我真的我跟委員報告一下 這個我們好好做個書面報告給委員這個了解 好不好 這個問題涉到我們跟外交部過去 所有總管會攤體的運用方式 是吧 反正我們是可以委號一個嗎 不會齁 主席主席 不過薪水部分不要提 一提的話齁 民主基金會會非常吃味 因為同樣執行長副營長薪水是差很多的 因為我當過 SDF的董事 現在是TFD的董事 同樣執行長跟副營長薪水是差很多很多 你要不要跟市長比一下 不一樣啦 我意思就是說其實 當然基金會有基金會那個續薪的方式 但是合不合理 大家可以討論 我講白一點 你們這邊的市處長 你們處長的成績的薪水都比市長要高 比外交部市長的成績要高 你就合不合理 外交部一年才12億給他們 那他們薪水都比你們市長要高 經貿市市長的薪水比不過 國會一個處長 對不對 合不合理 大家可以討論嗎 好 現在剛剛是針對21案 其實大陸委員也是替你們報區 有點不太公平 你們薪水這麼低 那人事費用真的是要把編組 不要在別的科目裡面去挪用 去這樣子的使用是不恰當的 那尤其剛剛主機這邊的解釋 其實這個人事費照您來解釋的話 是等於說正式原額的編列 那另外如果說有大家委辦 或者共同的計畫 大家才把這個另外的委辦的 這個約聘僱的計畫 這個叫管理費 我初步這樣子是這樣子了解的 所以才有沒有邊在人事費 不是正式的原額 那因為每個委員的意見跟職業的地方都不一樣 所以我認為書面報告可能不會精準詳細的說明清楚 我們是不是應該用專報的方式 讓大家更加的詳細 專報才會清楚 要寫清楚書面案 好 那21案 就照我們王委員的提案 凍結300萬 書面報告 經同意後使得動資 接下來22案 那個22案跟剛才曾經已經談到的這個 嚴考這個指標 我不知道這個王委員是不是需要進一步的 紅色說明還是 一樣處理啦 我這兩個案就是針對我提案內容的缺失說明一下 是有不得不得或者怎麼樣 因為國際外交情勢有時候我方要怎麼樣 對方很難講 你把它說明清楚 那這兩案你選一個案報告我剛才講那個人事的部分 那就可以了 對對對對 這個喔 這邊 我另外這邊是凍結多少 一 一千兩百 一千兩百三十六萬八千嘛 那同樣的你報告來我 我看一下我動的 動 那個一千兩百三十六萬八千元嘛 那你把它說明清楚 我是建議說你的書面報告來說明清楚 我就讓你解凍 好不好 看境外上你們有沒有什麼意見 那一件就這樣如書 委員我們通常說可不可以動少一點 可以 不用阿薩利了 改善一千兩百萬就好 委員我們一千啦好不好 好啦 動一千萬了 二十二案 凍結一千萬 書面報告經同以後此的動資 二十三案我們邀邀跟後面一起來 做報告 二十三案到三十三案請說明 主席各位委員 那有關二十三案到三十三案的部分 前面已經有報告過 有關技術合作計畫進度落後的這個管控的部分 那今天都有跟各位委員詳細的說明 那我們也會遵照各位委員的指示 就是針對這個六項 落後進度特別多的這些計畫 我們會來檢討當初規劃設計 跟後續執行的資金的落差 好 何委員 我想就一樣維持我的這個動結案好嗎 陳委員 是 我想針對這個委辦計畫之初這一筆 這麼多委員有意見 那個別的都是書面報告 我要是不是建議 可不可能改成專案的報告咧 好 謝謝 我們等會一起處理 羅委員 維持圓覽動結 有沒有要補充 沒有 蔡委員 來 我有嗎 有沒有意見 沒有啊 就請他們先說明嘛 他已經說明過啦 好啊 從二十三到三十三 我是覺得就是先部分凍結啦 那等他要需要使用的時候 我們再來討論就好了 請國會給一個凍結的金額吧 好不好 因為我看這個各委員大概 這個大部分都是一百萬 那當然那個陳委員是超過了 那我覺得陳委員那一部分呢 就是有關我們增加的費用 我們可以說明 實際上我們這個資料已經 書面資料寫得很清楚 為什麼會增加那些費用 所以我是不是建議 既然都是同樣的事情 是不是建議 董事業一百萬 好 二十三案到 三十三案 凍結一千萬 很多委員凍結不是一百萬 市議長有看錯啦 那 因為我幫你糾正一下數字 是一千萬 好 凍結一千萬 書面報告後使得動資 委員張委 您自己的三十一案也是提專案報告 那我們要不要專案報告咧 還是書面就好 因為 太多專報 我們又疫情的關係 可能會來不及解凍 沒問題 好 我們就書面報告啦 好 謝謝 謝謝配合 National Journalist 都可以啊 不是 不是 他有個主案 六十美 還有,在他買的 沒有,在我們那裡,沒有去那邊,媽媽做朋友 我去看朋友的,陣具機會 他不是,他有這個地方,他有這個地方 他有這個地方 他有這個地方 你看你下去 這一案可不可以依我的提案凍結一千萬來做主案,好不好 好,謝謝 三十四案,請說明 那三十四案跟前面的已經好幾次都是一樣的案子 我們是不是需要另外再... 好,那請 王委員不在 羅委員,三十四案 是要簡列的 我三十五吧 我們分開來處理 是 三十四案是王委員提案的,你有連署 所以就看嘛 現在還是一樣嘛,就是說今年疫情的關係 這些計畫是真的能夠照進度執行嗎 如果有可能有疑慮,那就先動進 實際上今天如果說影響的是拆旅 但實際上計畫本身在駐地 有些活動還是該進行還是進行,該採購還是採購 所以某種程度的影響 所以我建議委員是不是能夠可以凍結 因為看疫情的發展 是不是要不要這個簡列,有凍結的方式來處理 那就有簡列改動,凍結吧 五百 聲言聲明 可是前面有幾個類似的案子 好像沒有動這麼多耶 有要報告嗎 你該... 三四的部分,因為他是用那個出國計畫的系項嘛 對不對 OK 他只動... 這個計畫沒有影響嗎 所以前面已經好幾項都已經動過了 雖然這邊特別列出來是出國計畫 但實際上跟其他都... 所以把變到那邊去是不是 對 就一起處理嘛 剛才是片段 執行長,那你的出國計畫有分第幾期第幾期的嗎 那你如果這樣子的話 後半年度可能就剩下... 如果你有上半年度一起,下半年度一起 那沒有,我們現在全部一整年的 好 那一整年的計畫啊 那你去的人次也會減少吧 還是看情況嘛 但原則上面我們計畫 因為都已經在按照計畫執行 所以現在沒去的到時候都要去 是 所以為什麼我說成為 reasons それ不要刪而能夠最多動 對 我們看疫情的發展 以後就是實際荷銷啦 對 諸言 那不是先... 併...併...併...併併 35案 35案也是一樣 也是之前提過我們有關這個績效指標的問題 也是前面那個相關績效指標的問題 好那35案照列 變到前面一并說明 36案 請說明 跟主席及委員報告 其中36案裡面 是有關機器設備項目編列的 那其實在這個項目向下 主要是包括個人電腦跟我們的電腦機房的資訊設備 那因為個人電腦跟電腦機房的資訊設備 它有一定的使用年限 然後 它的效能也必須要依照我們業務需要跟 軟硬體環境啊 我們會要定期胎緩 所以我們每年都會核實編列 然後我們只會核實編列 經評估效能不服使用 以及它的使用年限 使用年限 它的使用年限 超過那個行政院主席總處 財務分類標準的最低使用年限 我們才會規劃泰環 所以我們也清查了歷年 從105年開始到現在 歷年泰環的資訊設備 然後我們確認是沒有重複投資的情形 以上報告 請委員支持 一些電腦所有的資訊設備 一般的使用年限是多久 依照那個行政院主席總處的標準最低使用年限是4年 但是我們本會都會到5到6年我們才會進行泰環 所以年限到的話你就就 就是逐步的一一的汰換就是了 對 好 那就36案趙烈 謝謝委員 37案 那請郭二慧 那請郭二慧 好 好 同意 趙烈 我們國合會剛剛的第17案改為主決議 我們現在請議事人員宣讀 第17案改主決議宣讀無下 要求國際合作發展基金會檢討相關指標之訂定 以例評估預算使用之效用 並向立法院外交及國防委會提出書面報告 委員陳柏惟等人提案 以上宣讀 沒有意見 好 那就趙烈 那現在國合會的審查就已經結束了 我們現在請 那我們就照審查會決議通過 好 我們現在就處理財團法人臺灣民主基金會109年度的預算 現在請議事人員宣讀預算數及提案 宣讀財團法人臺灣民主基金會109年度預算 一工作計劃或方針部分應依據業務收支之審查結果隨同調整 二收支部分 政府補助基金基本營運收入1億7050萬元 財務收入90萬元 管理費用3350萬元 其他業務支出1億3500萬元 本期剩餘90萬元 固定資產投資300萬元 截需宣讀提案部分 第一案至19案 係針對業務支出其他業務支出 第一案補助款支出 凍結1000萬元 委員陳博威等人提案 第二案臨時人員籌金 簡列50萬元 委員蔡信等人提案 第三至六案針對旅費 第三案簡列700萬元 委員何志偉等人提案 第四案簡列500萬元 委員溫育霞等人提案 第五案簡列200萬元 凍結200萬元 委員茫君等人提案 第六案凍結300萬元 委員陳以信等人提案 第七案針對郵電費 簡列50萬元 委員溫育霞等人提案 第八案广告費 簡列40萬元 委員蔡世英等人提案 第九至十二案針對會議費 第九案簡列500萬元 委員蔡世英等人提案 第十案簡列700萬元 委員何志偉等人提案 第十一案簡列300萬元 委員溫育霞等人提案 第十二案簡列130萬元 委員陳以信等人提案 第十三至十四案針對印刷費 十三案簡列150萬元 委員蔡世英等人提案 十四案簡列150萬元 委員溫育霞等人提案 十五案活動費簡列50萬元 委員何志偉等人提案 十六案禮品費簡列30萬元 委員蔡世英等人提案 十七至十九案針對其他業務支出 十七案凍結1000萬元 委員陳柏惟等人提案 十八案簡列1000萬元 委員羅志正等人提案 十九案簡列100萬元 凍結1000萬元 委員馬文君等人提案 一項宣讀 一項宣讀 好我們現在請 第一案的說明 主席各位委員大家好 好,跟陳委員報告,就是陳委員提出的這個案子的部分,其實我們的補助單位,他們提出的結案報告跟成果報告都有紙本,然後我們可以調閱,那個細節的部分都有紙本可以調閱,那在我們網站上面就是有我們補助的單位,還有他們的一些案子可以查到。 那因為其實跟委員報告就是說,我們的網站已經有蠻多年沒有更新了,其實我們現在也在努力當中,就是把網站把它更新成新的版本以後,我們就可以放更多的資訊在上面,所以是否可以請委員支持我們這一項做這個動作,然後繼續跟委員在書面上面報告說,我們把這個網站改寫的部分, 然後就是能夠公開上網的部分,跟委員持續的報告這樣子,請陳委員 我覺得還是應該這個有個書面,或者是,因為現在的問題是,你們曾經有規定說,這些東西應該要可以公開大眾查詢,然後要登開在,刊登在本會的網站上面,可是你們的網站其實只有項目,可是我上一次質詢的重點問題嘛,所以我看到這個項目, 我們看到不知道金額,不知道內容,那其實並不符合你們一開始講的這個所謂公開透明的原則,所以,或許,還是 是否給那個委員,我們書面報告,那如果要金額跟項目的話,我用書面報告給委員應該會比較好一點 陳委員,主席,我建議一下,事實上民主集會這些資料都有,每次董事會報告也都有列的很細,包括哪一個人拿到討案來做訪問選,都有,現在插的就是你們沒有上網,去公開讓大家查閱,所以我建議你們自己訂一個時程出來, 多久之前要把所有的資料都上網,讓所有人可以查,啊這個,就凍結多少,然後那個完成之後才能夠解凍嘛,這比較具體 OK,所以師傅,可以請委員支持,解凍的部分可不可以,嗯,兩百萬 因為,好,因為這是我們的補助款,那這樣子會直接影響到我們的,不然不限起科目這樣子可以嗎,就是,凍結而已啦,不是簡捏,不會影響你們的補助款 就剛才講嘛,就是凍結,比如說兩百,然後科目字條,這樣就可以啦,好 好,好,謝謝,好,三姐才能科目字條,凍結不行 兩百萬不會影響你們的預算啦,你們只要趕快把握,你們要求的資料趕快上網,做好書面報告,進同一時的動資好不好,那我們第一案就凍結兩百萬 沒有,我建議喔,凍結項目拉高到,比方說,業務支出嘛,不要在那個所謂補助款支出這一塊嘛 因為,因為其實台灣的那個非政府組織,他們真的非常需要補助,然後我們每年有幾坡都要給他們一些 那你就盡快上網就好啦 對,上網計畫,不是完成上網 對,你要告訴我上網的這個計畫實程 好,好,好,好 那你說你資料都有嗎 有有,可以給委員報告實程 是,請問你的時間什麼時候,有沒有預定時間,盡快而已是嗎 嗯 沒關係,你就是上網之後,然後提出書面報告,經我們委員同一後十的動資,那我們第一案就凍結兩百萬 好,謝謝 好,第二案 呃,第二案 呃,蔡新委員,呃,提案的有關,這個,我們的,呃,助理,研究助理,呃,的部分齁 呃,我想請,呃,也是給委員書面報告說,我們的一些,呃,有哪些增加的研究案 呃,現在這邊不能說你嗎 這邊,可以 那他提案我們也是,我們的製作成是,當我們知道了 OK 好,就是,呃,我是不是可以請,呃,盧副執行長,因為他是負責我們的研究計畫組,來報告,主辦業務的來說,來報告 是,呃,主席,呃,各位委員,大家好 呃,有關於,呃,研究助理的部分齁,因為本年度,呃,以基金會的狀況來說,我們已經開始執行,有關於反庫刑公約等等,相關的研究案 那這些部分都有,呃,列上研究助理的部分,所以我想這個部分是不是,呃,如果委員同意喔,請容許我們後續喔,以書面的方式來做更進一步的說明 再供委員參考跟指教,謝謝 請蔡委員 那為什麼之前我們提案說,你們今天就可以提供更詳細的書面資料,不用等事後啊,我們的意思是在這裡啊 對啊,我們之前提你們會先知道我們有提什麼案子嘛,像你剛剛講說,啊,提供書面,你為什麼不要今天就提出書面,或者之前就先提出書面呢 對啊,啊,我們因為看到你們,你說你們要增加人,對啊,你們要增加多少個,增加三個喔 其實我們在審議算的時候,都有預告時間喔,你們都要把我們提出來的意見,我們委員都有提案,你就做好準備,在審議算的時候就要說明了 又變成事後喔,所以你們這個要再加油一下,那你要再補充嗎,對委員的疑問 好,那委員,這個我可以跟委員初步的這個報告,就目前我們有三個研究案正開始進行,所以也正在跟這個相關的老師來進行簽約 那所以這個部分我們必須等簽約確定之後,那我們每一位老師,這個三個研究案加起來總共有八位老師 那每一位老師,我們是預計編兩位研究助理,所以這個部分都會造成我們這個研究助理的費用要進行這個編列 大家跟委員參考,王委員 我給各位單位一個建議喔,你們如果還有印象去年國和會就是因為在這邊說明的稀里花啦的喔 我們委員會的委員區看預算還蠻認真的喔,那我們提案,對每一個國防外交委員會的提案都有現實提案 我們會提早交作業,然後各單位的國會聯絡人應該就那個個案向提案委員 事前通常要做一些說明,那來這邊也應該要能夠說明 然後因為說明被追問沒辦法滿足的,才有後面的專報或者是書面報告 而不是這個提案提出來你們也沒有事前的溝通 來這邊開會之後,要求以書面報告,那你每一筆都被動掉 我期待是你們說明後,那我們覺得欸不錯,我們就不動了或不撿了 可是你們現在幾乎就是每個都要讓它動起來 然後另外還要一個書面報告說明,也增加你們工作的loading嘛 所以那個程序上這樣處理齁 在面對預算審查的時候會吃虧喔 這個我真的提醒,這個可能次長要督導一下 這樣子的態度,在審預算的話很吃虧齁 我是覺得這樣子,因為你們去,你們已經另外增加了三個的證取原額的名額出來 所以我們才會覺得說你的臨時人員 而且你們上一次的臨時人員決算才用了168萬 所以107年決算書,所以我們才覺得說它有可以被刪除的一個必要性啊 所以我是覺得說,我是覺得可以部分刪除啦 如果說你們覺得說這個金額50萬太多 那不然我們就三個20萬好了 嗯,這樣子 可以啦 可以,可以 我請魯副子領長先說明,那3-5是同意 謝謝各位委員喔 好,到各位委員,剛才除了我剛才跟各位委員報告 就是今年新增三個研究案的部分喔 那另外我們還有年度型的計畫,包括中國人權報告 然後包括了台灣民主與治理的固定的民調案等等 那這個都會有研究助理的費用的支出 那以上說明,謝謝 謝謝,謝謝委員 好,我們請所有單位要注意喔 委員的提案,你們都事先都看到了 能夠事情跟委員說明的 我們在審查預算的時候 我們都會能夠去理解,就會照列 不會耽誤到大家審預算的時間 也不需要再凍結,再書面報告 我們請徐次長這邊多多的督導一下 那第二案,我們就簡列20萬 3到6案,請說明 各位委員,我們旅費的部分 我們現在因為疫情的關係 所以我們所有的,等於說國際的這個 差旅費的費用都是跟那些國際的活動 通通都是順延到今年的暑假 所以呢,我們前半年的話 旅費都會在下半年來使用 那現在跟台灣民主基金會合作的夥伴單位 所以到現在還是沒有想要取消這些活動 所以我們也是跟我們夥伴單位 在繼續協調當中 然後看看疫情的關係 然後再隨著等於說世界各地的疫情的情況 來調整我們的出國的案子 好,請問委員 好,那我先請問一下 你們上一年度,因為沒有疫情的關係 上一個年度的決算 跟這個年度,我們會增加了400萬 400多萬 那如果我們沒有疫情的話 也按上一個年度的決算 只有898萬的那種決算而已 我們只用到898萬,等於不到1000萬 那我們今年變了1500萬 疫情我們本來就不能出國了 那現在又增加了400多萬 將近500萬 那這個要怎麼說明啊 因為其實今年如果沒有疫情的話 我們有更多出國參加會議 舉辦會議跟參訪的行程 所以比如說像我們有新增的一些 在歐洲的合作單位 那因為很不幸的現在歐洲的疫情蠻嚴重的 可是其實我們在歐洲的方面 有增加了好幾個夥伴 所以其實我們跟他有一些合作活動 所以才會有增加這個旅費的需要 所以說你們去年的決算 去年之年就沒有 歐洲這邊的行程就沒有了 去年歐洲的行程還是有 可是沒有 你們說你們前一年的決算 你們只用不到900萬 那你今年多編了500多 用了400多萬進去 那這個就 我們覺得 我就覺得很奇怪啊 上半年又不能用 那下半年還要等Double出國嗎 那不是全部人都要出國不用 所以其實我覺得我們 我們可以 可以請 可以 可以斟酌 請會員斟酌一下 斟酌警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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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案跟第5案都是跟疫情有關 第4案的話是說這個預算有浪費的 那第6案的話 就是請陳以信委員 好 謝謝 我想 有關於這個 在質詢的時候提到 就是民主基金會這一邊 這個目前的代理基金長 跟補助的對象 可能有身分上面的這個關係 我這邊其實 我先說民主基金會我是支持 而且相關於的活動過去 曾做學者的時候也都有參加 那其實 overover都是支持 現在我也不是提出什麼法律上的指控 但是我是要說明就是有瓜田裡下之嫌 所以說在這些事情上我會請就是說 這個 民主基金會 跟外交部這邊能夠提出書面的檢討報告 書面的說明 然後呢我們做一個了解 對於過去的狀況和未來的處理情形 那之後我們再來動支這個預算 那個 教授你可以說明一下我們那個 參與 然後 然後 再補充說明 對補充說明 謝謝 主席陳委員 各位委員 有關於委員在提案當中所提到 就是我們辦理這個相關會議的部分 參與者的部分 那跟委員報告一般我們的程序 就是由承辦的同仁跟組別 跟負責督導業務的副執行長 先就相關的人 可能人選進行討論 那在可能人選部分 我們基本上會考量我們邀請 參與者的相關的學經理 那後續呢我們再 承報給我們的執行長 那由執行長來做最後的決定 那因為依據本會的章程 他是由執行長來總理相關的業務 那我們今天也有準備那個 相關一個書面的說明 那如果委員待會方便 我們就成個委員做參考 我想這個謝謝你的說明 我們了解 大致當然有一個程序 那這個程序當然也就從這個 業館的騰人 然後到這個主管的 業務的主管 然後到了這個執行長的這個階段 但是老實說每一個程序 不都這樣在做的 那所以有關於利益迴避的這個要求 事實上民主基金會 雖然他是主要用財產法人法 那財產法人法裡面 也有利益迴避的相關條項 那再加上民主基金會 是屬於政府補助的基金會 他的執行長Label 事實上直接就受公職員利益迴避 利益衝突迴避法的規範 所以這些都是瓜田裡下必須要有所這個防備的 那針對於109年度的預算 那個上面都是你們自己所有的項目 那這個裡面是不是已經發生這種現象 我必須要請這邊提出這個書面的檢討報告 然後再來就是針對未來這種狀況有沒有改善的空間 我想這都必須要聽到有關單位清楚的一個說明 好請科委員 我想請教一下我們是否稍微可以給我們一個統計 因為這一波這個疫情 我們有大概到目前為止有幾個行程 出國的行程是delay掉 這個可不可以稍微跟我們回應一下 第二件事情就是說 我的我們在討論到的第三頁 這是旅費的部分 我們對照前年的這個決算數嘛 那理論上是應該會減少的 所以我認為應該是要刪除部分預算啦 那我們是否可以稍微 依照你們現行的現況 應該是要刪多少是合理的 這個也讓你們說明一下好嗎 以上 我要補充嗎 有 補充說明 跟陳委員報告 因為民主基金會是財團法人 所以我們當然是遵守財團法人法 所以呢 在今年3月5號 我開始代理執行長業務的時候 我跟盧副執行長他督導的這個 等於說 會議學術研究的這一部分 有跟他開過會 然後呢 在會議上面的時候 我已經取得盧副執行長的支持 就是說 以後有關學者的部分 就不會請委員上次提到的 的人員來繼續參加 所以這個事情 我們已經做了處理 然後 合委員的部分 不好意思 學者就是學者嘛 是 那如果說他對台灣是有 相對應的 他有自己的人脈 網絡 甚至可以幫台灣說話 那 我覺得應該是 就事論事啦 是 這是我的 我們應該要有的 邏輯跟運作方法 外交關係台灣本來在 就在夾縫中求生存 是 那 應該是就事論事 所以我認為 你應該堅持自己 的立場才對 這是我會給的建議 不好意思 好 感謝委員指教 那 回答 委員剛剛提出的問題 有哪一些行程 現在變成 現在 現在 delay的部分 就是 其實 今年 今年其實下個月 美國 等於說 美國民主黨的智庫 其實他們要在台灣辦一個 有關 information sharing 跟 選舉 還有 極權滲透一個會議 所以現在 完全就是 現在就是delay到 今年的 大概有幾個已經delay的 先給我們一個 total sum 現在差不多 有三四個都 都delay 所以會到下半年 是 我們要出國的旅費 不是人家來啦 對 已經delay的 對 delay的 我們在討論這個旅費嘛 所以是我們出國出去 不是 是outbound 對 有一個澳洲國家大學的 出國的 現在 因為在四月初那個已經 一個 然後還有 去歐洲的也delay了 所以 其實差不多有兩三個 現在全部通通都 摸到下半年 好 這邊是不是就 我自己的這一筆啦 好不好 我建議你們認為可以刪多少 是不是請委員這邊的部分 我們可以刪兩百嗎 好兩百 ok 好三百 你叫 你要三百嗎 好 是好 好三百 三百可以嗎 好可以可以 還是我們兩個 兩百 謝謝 繼續來主持一下 謝謝 好 剛剛我們所討論的是 三到六案 那我們三四五案 簡列 三百萬 那第六案的話 陳委員的案子的話 請提出書面報告時的動資 我們先凍結三百萬 好 第七案 謝謝 好 油電費的部分 跟委員報告一下 就是其實我們有一些 印出來的報告 像中國人權觀察報告 還有台灣民主機刊的部分 我們會 呃 郵寄到各個 呃 學校跟圖書館 呃 給他們做參考 所以 郵電費的部分 呃 昨天已經解釋過 已經OK了 他們是要郵寄的 好 我本來以為說 啊現在這手機這麼發達 賴很多 為什麼還要再郵電 是 是 謝謝 所以你看看 事先溝通 就很好 謝謝 委員都理解 都會同意的 所以 第七案 照列 第八案 謝謝委員 呃 廣告費的部分 因為 呃也是我們 呃 在 但有一些公開的活動的時候 我們會上廣告 那因為公開活動 會希望 呃 MGO的人或者是 大學學生來參加 呃還有社會人士 所以我們呃 列了比較多的廣告費 那是因為 因我們去年的活動也比較多 那今年的活動應該 呃 應該也會 因為是去年編 編預算關係 所以我們是依照去年 比較多的活動來編列 這個廣告廣告費的部分 好 蔡委員 嗯 好 呃 我想確認一下 嗯 因為之前我以前上一次 我就塞過你們這個預算 是 那為什麼刪完之後 你們又把它加回來 啊 因為我們 因為我們發現 就是到最後 呃 我們 我們的活動又增加 所以我們又增加了 可是如果我覺得 呃 如果委員覺得廣告費 如果還是太多的話 呃 我們同意可以刪減 嗯 因為 因為 你們 107年決算你們廣告費 才支出2.1萬啊 是 那你們編了40萬嘛 老實在你們編了50萬啊 嗯 所以我覺得你們頂多花10萬塊就夠了吧 嗯 對啊 因為這個其實不大需要做廣告費啊 好 所以我建議就三四十萬了 好不好 OK 好 好 第八案簡列四十萬 四十萬 接下來是九到十二案 請說明 呃 會議費的部分跟 呃 跟主席跟呃 各位委員說明 那其實我們會議有分兩種有一個就是呃 呃 呃 就是呃 呃 在台灣辦的國際會議 還有出去國外辦的國際會議 那其實去年的部分呃 呃 民主基金會也辦了比前年更多的呃 呃 國際會議 例如呃 區域訓的呃 宗教自由論壇 還有呃 呃 太平洋 呃 太平洋島國的一些呃良性治理 還有呃 跟美國合作的GCTF 呃 的 還有呃 呃 民主基金會 自己自辦的東亞民主論壇 呃 呃 亞洲青年民主領袖營的部分 所以其實 呃 去年辦的 不會 例如 宗教自由其實有延續性的一些會議 還有一些呃 需要開會的地方呃 呃 太平洋島國那個我們也希望能夠擴大範理 所以呃 這是會議費部分的說明 請問委員 在上一個年度他們的結算是 不到八十 呃 不到八十萬 那 不到八 不到八百萬 那他們增加五百萬 今年度又增加五百萬 那我們上 幾乎上半年度我們就不再有什麼會議嘛 那 我知道會全部集中到下個半年度嘛 嗯 那這樣子會需要增加這麼多嗎 呃 其實像我們在呃 我們跟我們捷克的夥伴 呃 就是公園兩千 他們其實有想要在亞洲辦公園兩千 在亞洲的一個活動 那到現在也是還沒有取消 所以可能也會在下半年來下半年來執行 預計有幾場下半年度預計有幾場 像那一年其實差不多有五 應該是每一個月都會至少有一場的活動 一場活動 一場活動 所以差不多幾場活動 五六 你便利算是一千三百萬喔 嗯 就是其實 其實全部加起來的話 包括我們民主基金會自己辦理 可能就會有七八場 所以其實下半年如果疫情緩和的話 我們民主基金會非常忙碌 因為去年的話是民主基金會整年幾乎每一個月都有一個或兩個 國際或者是國際的人士來台灣的活動 所以你的預計是每一場活動要多少經費 有沒有預計以下 嗯 不一定 不一定 因為大小不同 請盧副您要補充 是 包吻委員 那個跟委員報告 今年之所以在會議費的部分有多增列喔 最主要是因為我們去年在國際之間進行交流的時候 那很多的學術性的團體 他想要跟我們做進一步的聯繫 所以這裡面我們就希望 因為我以台灣研究為例喔 在歐洲有所謂的Eats 然後在美國有所謂的NASA 他都是屬於 呃 在美國跟歐洲非常 呃 具有聲明的研究台灣的團體 所以 我們基金會今年是預計要扮演一個橋樑的角色 所以我們會合組 比如說在Eats辦的會 我們就會請 國內的學者 還有NASA 美方研究台灣的學者一起過去 那同樣的在美國舉辦的 我們就會請歐洲方面研究台灣學者 加我們國內的學者 然後一起到美國去進行學術上面的交流 所以像這種會議的呃 費用喔 他就會開始比往年要要增加 所以這是我們有增列的部分 那跟委員做一個參考 所以你們一下子增列五百萬 哈哈 是不是可以呃請 等一下還有別的委員喔 好 請何委員 這個跟呃也是一樣我們這個是會議費嘛 所以我也是維持我想要簡列 但是你們自己評估大概多少 呃想要簡 當然是我們作福卡 是لف客信委員 呃能夠我們講 好 我了解簡列了 那我其他委員還有意見齁 請陳以興委員 我發現我這邊檢列的是最少的 基本上我是覺得說 這些活動都應該參加 合辦感覺起來是減少次數 不像是增加花費的理由 所以說我還是希望你們能夠尊結預算 所以說現在看起來大家一致都是希望檢列 那如果給你們一個空間 你們覺得減到什麼程度 你們能夠來 是好還有陳柏惟委員 陳柏惟委員 陳柏惟沒有 第十案 第三是何志偉 有何志偉有 好那蔡委員 沒有別的意見齁 我都是希望檢列齁 你沒有意見我就來 你們自己評估呢 你們自己評估 是否可以給委員 主席這邊有個意見齁 因為現在第九案跟第十案都是跟疫情有關 所以我們這個會議都延緩 等趨緩之後在下半年度才會辦理 也不一定會辦理 那第十一第十二案的話就是因為 比上年度的預算增加 沒有說明清楚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 主席是建議 既然說這個都是會議 我們已經有的會議都已經不開了 那酌情要檢列一部分 大家才能夠接受 因為我們預算都要是 核實編列的 那這一部分你們的建議 有哪些會議已經不開不辦的 我們可以在檢列的範圍內 現在目前為止還那個會議都還沒有 我們的合作夥伴都還沒有說他們不要開 所以我現在沒有辦法去說 是不是可以跟他們講說不要開 所以是不是可以請教委員 因為以前不可能開了嗎 那現在他們會移到 有些的會議是有分上半年度跟下半年度的 其實我們 或第一季第二季的部分嗎 沒有我們有 我們有跟他們已經研討 等於說討論了以後 就是會議都會延到下半年 他們都不想要 現在目前為止都不想要取消 所以是不是可以請求主席跟委員 就是可以把我們的預算凍結 然後我們如果需要使用的時候 然後我們提出跟委員提出書面報告 然後再解凍這樣子 委員 陳以馨 請陳以馨委員 剛才沒有進去這邊講說那個 這個 第二次世界的2000論壇 那好像說是要拉到亞洲來辦對不對 可是根據他們的網站上面的資訊 他們說要在布拉格辦不是嗎 沒有跟委員報告 Forum 2000都是在布拉格辦 然後呢 現在我們增加了一個叫做 Forum 2000 in Asia 那個東西現在 新辦 新的東西 對 所以公元2000的是 每一年通通都在布拉格舉辦 我是說 我剛剛看好 我這邊簡列最少的是我啦 是 我簡列130萬最客氣 100 好 這一部分因為會議 你需不需要辦 還是要做一個報告啦 那如果真的要辦 也是要讓你有預算去執行 那這個部分我們是不是 也簡列 也凍結 然後你來報告 之後再來動支好嗎 那個報告主席 我建議是不用報告啦 就以書面即可啦 那 書面報告就可以動支了 好 好 那我們是做的 簡列以後再加書面報告之後動支 嗯 對 師傅可以 要書面報告就要動解 對 是 所以 可能只要簡列 動解 那這樣子的話 嗯 這樣會過500萬 好那我建議 是不是就簡列80好不好 對 一定要簡 可以嗎 好 因為你自己也沒講一個數字出來 建議簡列100 建議簡列100 是 好 可以接受 可以接受簡列80嗎 好 OK 那個報告主席 我們是不是 就 可委員 可以嗎 我建議簡列100啦 你 你 好 好 第九案 第十 十一十二 都是屬於會議費用 因為我們現在疫情的關係 會議可能都會延到下半年度 也要看疫情的是否趨緩 所以不是都完全不舉行這個會議 所以 有關上半年度的會議 結果酌勤簡列 我們先簡列100萬 然後你書面報告會議的執行計畫之後 我們還有一部分的凍結 也凍結200萬 那經過你這個書面報告之後 使得動資 好 接下來 主席不好意思 我再補充一件事情 好 蔡允 我看一下你們的預算書裡面 我想請教一下 你們有一個 已經執行完畢的 做了什麼事情 那我覺得你們這個預算書裡面 沒有你們 今年度預計要執行 你們都沒有辦法列上去嗎 還是它不能被公開 我們編列的有一些 就是還沒有 就是經營部分有一些還沒有 因為你預算已經凝好了 你應該是要辦什麼計畫 沒錯 但我的意思說 你的預算書裡面 你要辦什麼計畫 完全都沒寫 完全沒 看你前面這幾頁 完全沒有你的計畫內容 然後呢 但是你對於你後面做完了 已經結束後面 你有寫我了解 我的意思是說 所以你一直說 你們會比以前增加很多 增加很多 到底增加什麼 其實在你的預算書 我們完全看不出來 這也是為什麼 我們很多委員會覺得說 嗯 說你會增加很多 到底像 剛剛我們幾個委員問了老半天 我老實講 也不曉得你到底要辦什麼東西 都是等到事後 你已經辦完了 我們才知道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你們預期要辦的活動內容 在預算書不能寫出來嗎 因為至少 我看到別本的預算書 都會先寫 我們經營度去辦 五個六個七個八個九個 那說實話 你每一個要花多少錢 其實都是這樣拉出來的嘛 這也是為什麼我想各位 會有這樣很 就覺得這種預算審得很 我老實講 審得蠻痛苦的 因為我完全不曉得內容 嗯 所以我是建議主席 那麼加請他們 把他們今年度預計的工作項目 也列個清單給我們好了 那其實本來你們應該 之前交給我們 是 好不好 好 那我們請把我們蔡委員的要求 這工作項目的報告 一併在書面報告裡面提出 是 那我們 呃 檢驗一百萬 用 呃 何志偉為主題 嗯 然後凍結部分 我們用威易俠委員為主題 嗯 接下來 十三、十四案 呃 呃 預刷費的 呃部分 呃 台灣運輸基金會 因為我們呃 研究企劃組 有他們呃 需要呃 印製的期刊 還有我們呃 中國人權觀察報告 那我們期刊的部分 有中文跟英文版 呃 中國人權觀察報告 也有中文跟英文版 還有其他的一些研究案 也有 也需要呃 也需要印刷的部分 所以現在呃 以上跟呃 呃 蔡委員跟文委員 報告印刷費的部分 請蔡委員 嗯 同樣的問題嘛 你們之前的決算費用 嗯 才不到七十萬 嗯 然後你一百零九 你又比一百零八年 高了六十幾趴的預算 所以我 我不曉得為什麼 你們會編那個 這個 兩百五十萬 嗯 的印刷費啊 嗯 所以我才會覺得很奇怪 你們以前 用 那你 你除了是要說你們以前都 不寄給人家不印 然後你們 最近才開始想到 要寄給人家要印 嗯 所以我是覺得說 你的本數有比之前多更多本嗎 呃 那個 我請呃 魯副執行長跟委員報告 我們增加印刷費 是 報告委員 因為我們在去年這個年度 我們有增加幾個研究案 那依照當時會內的規劃 這裡面包括ICCPR 它有一個案例的整理喔 然後要準備要匯整出版 所以這個是今年有增列這個印刷費的主要的原因 那另外有關於中國人權報告的部分也是喔 就是我們過去是列印中文跟英文版 那 今年原先的規劃是要再增印一份 呃 所謂的比較這個 shorted version 另外一個資本 所以這也是增列的部分 那請委員作參 謝謝 我想問一下齁 你們108年 就是你們去年結算 你們內部結算資料已經有了嗎 你們印刷費花多少錢 80萬 對阿 所以107年是70 去年是80 你今年編250 你不覺得這個幅度也太誇張了 你講了那麼多 但問題是你們其他每個專案都有每個專案的費用阿 嗯 能讓那些專案裡面沒有費用嗎 嗯 我覺得你們知道蠻奇怪的阿 嗯 所以我建議要刪阿 對阿 你們是否呃 可以讓我們刪 先等一下 還有翁委員 我也想翁委員 我也一樣啦 一樣的道理阿 就剛剛這樣 他們上一個年度呢 他們的結算只有不到70萬嘛 那去年很多 那現在一下子就增加到一百萬啦 去年是編列一百五十萬啦 去年是編列一百五十萬啦 其實前年是只有七十萬嘛 那現在一下子又增加那麼多 所以一定要有相對的 是 我幫您砍一點對你們有好處 你們的諮詢率就會拉高 哈哈 諮詢率較緊 這樣下來的諮詢率不到30% 是 所以委員建議簡列 所以 那個 感謝委員 幫我們 呃 充值行率 那 是不是呃 可以 可以建議 呃 可以提供建議就是說 如果減五十 換 你們去年才 執行了八十而已 你今年能夠執行到兩百 除非你亂印嘛 如果真的有需要印的話 我覺得頂多就是一百多 一百五左右 因為現在已經在尊潔使用 很多都是用電子不再用紙本 而且我們其實就是在推動物質化 都不再用紙本 你們還要印刷 對 然後又比去年增加了一倍 這個很難 可以跟我們說明說 你們有什麼新大象計畫 一定要用紙本來印刷的 其實你們現在 你們都推動物質化的過程 你的印其實最後都只是留存做 紀念本而已啦 我老實講 所以我是覺得你們應該是 維持一個基本量 而不是去增加印刷費 好 我們就把增加的部分 減累掉好不好 好 我們就簡列一百萬 以蔡司英委員為主題 謝謝 謝謝主席 謝謝 謝謝委員 大家輪著來 剛剛有捐凍結 好 第十五案 那 活動費 跟 主席跟各位委員報告 那活動費的部分也是 我們在國內辦的活動也有增加 那因為 會編列這個是因為中國人權觀察報告 有一些在台灣等於說是大專院校做一個presentation的部分 所以我們增加了活動費的預算 去做總統辦好了 謝謝 請和委員 這個部分我認為應該維持簡列 而且在這一波武漢肺炎或者是新冠肺炎 那相關的人權其實在全世界都有一個很微妙的產出 包含台灣也是 我們這些需要quarantine把它隔離的 在裡面其實有一些到底是疫情的控管 人權的部分 還有生存權等等的 這裡面會有很多 我相信這個年度會有很多很精彩的討論 但是我認為因為還是一樣它會有部分的影響 所以我在這邊是否我就維持一個刪除 維持一個刪除 那建議的話我是不是50好不好 你們認為呢 可以接受的話我們就直接這樣 好啦 好不好以上報告 謝謝主席 好15萬簡略50萬 16萬 禮品費的部分 因為其實禮品費的部分跟我們 等於說是旅費的部分 還有會議費的部分其實是綁在一起的 因為就是有出國的行程 安排才會有增加的禮品 所以就是以上跟委員報告增加禮品的項目 是因為這樣子 請蔡委員 請問一下齁 你107年決勝13萬嗎 那你去年多少 108多少 一年多少 不好意思我問一下筷子 我問一下 10万 你有108多少 106多少 你8多少 18萬 18 108年是18萬嗎 對不對 那你捏50萬 對不對 那還是你們這值也要趕買 比較好的 比較貴的 你們都買什麼禮品 我心滿好奇 我從來沒看過你們的禮品 因為我們不但就是活動的增加 我們活動如果有國外來的外賓 或者是獎者的話 我們也會送他 等於說代表台灣的禮物 但是你們 所以我的問題就是說 你們以前送的都沒有辦法代表台灣 所以你們覺得 現在要重新編好一點的預算 能夠代表台灣的東西 是這個意思呢 還是說你們以前 你們發現 內部檢討 發現以前送的禮品 都太療療了 人家感覺不屑一顧 就你們買得比較好 是這樣子嗎 不是 買得比較好 是我覺得我們買的是 更代表台灣的 什麼東西 有沒有行路啊 看一下 蠻好奇的 對 對 對 不是 是像市場 就是我們 我建議刪除啦好不好 那最主要原因就是說 你們去年才花了18萬嘛 變到50萬 我建議砍個20萬好了 留30萬給你們 這樣子 對 你說要砍30喔 主席說要砍多一點 因為疫情的關係 出國的禮費都已經減少了 所以禮品相對性的也會減少 因為外國人士也不能進來台灣了 我們也不能去參加國際一些會議 所以這個禮品費是 蔡委員提案是很合理的啦 好 是不是可以 好 蔡委員提案是3減 20是嗎 好 第16案 第16案簡列20萬 呃 對不起 OK 我同意 那個想請問一下 就是說今年如果說 我們出去的少 進來的也少 那 但是我在看像包含像德國 聽說他們連肥皂都買不到 然後還有一些國家 我們台灣其實是 出產蠻多這些 他們可以用的 那我不知道說在預算的使用上面 他們一定要開會 才可以有給予贈品嗎 還是 呃 沒有開會也可以使用所謂的贈品 給外賓 這個先問一下 平常都是他們來拜會 或是我們有開會 他們來參加才會給他 呃 我想 呃 我們的 台灣民主基金會是國會的嘛 對不對 沒錯嘛 那是否可以在 在防疫上面 在某個程度 我覺得台灣在 防疫做得很好 那也某一個程度 把所謂的外交空間撐開來了 那我建議是否可以 努力就去執行 而且 給外賓 或者說他們不在 我們可以把郵寄出去好不好 我希望 我明年如果 再看到這個預算 希望他的執行率 可以來到百分之百 好 那我不見得是要很昂貴 但是代表台灣 那也代表我們關心他們疫情 以及相關訪問學者也好 或他們的政要也好 的一個關懷好不好 那個有溫度 東西不一定貴 但是此此刻 有一些防疫的物資 可以思考看看 定非列管的防疫物資 好 以上這是一個建議 謝謝 好 謝謝何委員 很好的建議 接下來 17、18、19案 17案是這個 208點外交部訪查 常委員 要不要給他們先說明一下 不好意思 那個 17案 等一下喔 不好意思 呃 陳委員他提出的案子 就是有關我們董監事的部分 那跟委員報告一下 呃 我們其實 呃 那個民主基金會的 呃董監事 董事有 呃 有17位 然後他們都是由 呃 現在 現在的政黨 然後有過 呃 5個percent 呃 然後依照國會的席次來提出 所以呢 就是現在我們 呃 還有政府的代表 然後政黨的代表 學界代表 企業代表 財經界代表 還有非政府 團體的代表 然後他們的任期是3年 所以我們呃 新的董事會 呃 在3月5號 呃 呃 來 來召開 所以呃 現在就是跟委員報告的部分 那其實我們委員董事 呃 有更換 呃 有更換了8位 呃 就是就是由新的呃 代表來來參加 所以呃 所以在民主基金會的部分 我們其實 其實董事的部分都是遵照 呃 我們在民主基金會 由席次的政黨 來來 提名他們的董事 以上報告 好 欸我的理解就是會根據這個 這個每次選舉的結果 會有一些人員的調動 可是我 我看2018年外交部去訪查的時候 他說建議把這些字寫進去 好 我知道今年有換8席 這個我理解 我只是把它寫進去 好 這樣子 這樣子 才有避免未來的問題 嗯 好不好 嗯 好 那我維持 嗯 好 我們會我們會 我們會把它 陳委員還要做書面報告嗎 我覺得應該要 還要齁 好 冬結數 冬結是否也不要痛 所以少一點喔 對是否可以100或者是200 冬結500嗎 200 哦200 謝謝 他都講了 好 嗯 第17案 嗯 是 也不要另外的齁 我們18、19一起處理 第17案 書面報告 竟同以後時的動字 我們冬結數200萬 18、19案 嗯 羅委員不在 羅委員不在 那可是蔡委員 那個 蔡委員 你先說明 我來問他 我來問一下齁 這個民主基金會對於我們那個 羅委員跟蔡委員提案要 刪除 有沒有意見啊 嗯 有 呃 他就直接從你的其他業務支出 這個項目嘛 對不對 是 就是上面的那一項 嗯 對啊 其實有點重複喔 主席 其實 你剛剛下面細項已經討論完了 又回到上面那個費用 對 他們就是因為疫情的關係 所以這個 國外的邀請來的學者 或者是我們的會議都沒有舉行了 所以是不是卓勤 來做一些一部分的簡列 跟凍結 然後你報告之後 我想問一下什麼這樣好不好 剛才他其他業務支出 總總 就是我們剛剛審查完畢 就總共凍結了多少錢啊 就其他的什麼 尾辦啊 監職有沒有被凍結 很多項目耶 柯子木 對啊 全部加起來 也有凍結也有檢略 我知道 我的意思是說 因為 呃 瑪緣跟 瑪緣有提案刪除或凍結嘛 對不對 那我的意思是說 我們先 我想先確認一下 就剛才柯子木下面 已經 結合 總計被凍結多少錢了 我們請一四二一把數據統計一下 對 多少 被凍結700了是不是 那我 凍結700減列多少 600 30萬 凍700減600嘛 那我建議 那我建議這樣子啊 就湊個整數啊 就是 到底凍多少啊 凍結 統計一下 再統計一次 900 已經凍了900了是不是 那我建議就是 這兩個委員的提案有沒有 我們就給他再加凍100 就聯合加起來凍1000萬 這樣子 啊讓他到時候報告就一起來寫 這樣就好了 好 來請議事人員 總共凍結多少 簡列多少 目前這個柯子木部分 這個旅費跟這些會議費用 加上這個 其他業務費用的支出 目前是 檢列630萬 凍結700萬 900 900萬 900 900 好 凍結900萬 那我建議這樣子啦 那現在是不是 建議 因為 這1849案 有委員提議 要 檢列跟凍結部分 檢列金額是很高 委員 羅智政委員 提議是要1000萬 那馬委員是 凍結1000萬 檢列100萬 這部分 對啊 我是建議就是說 因為剛才刪除的部分 其實在柯子木 大家委員都已經討論過了 我是建議刪除就不用討論了 就凍結 既然也委員有提有沒有 就給他湊個整數 所以我是建議就凍結1000萬 所以跟他加起來也差100嘛 就加起來 還有檢列部分 那檢列就不用討論了 檢列剛才已經都 柯子木已經有刪除過啦 我的意思是這樣子啦 給主席做參考 好 十八十九案 呃 凍結 一百萬 一樣要用書面報告 同意後死的動資 主題是 馬文君的案子好 好 財團法人台灣民主基金會 呃 照審查會議 決議通過 我們現在就處理財團法人 太平洋 經濟合作 理事會 中華民國委員會 一百零九年度的預算 現在請議事人員 宣讀 預算書 及提案 宣讀財團法人 蔡平洋經濟合作 理事會 中華民國委員會 一百零九年度 預算 一工作計畫 活方針部分 因依據業務收支 之審查結果 隨同調整 二收支部分 業務收入 一千四百零六萬兩千元 業務外收入 五萬四千元 業務支出 一千四百零六萬兩千元 業務外支出 七千元 本期剩餘 四萬七千元 繼續宣讀 提案部分 第一案至第五案 契針對勞務成本 第一案 國內會議費 簡列五十萬元 委員蔡世英等人提案 第二案 國內會議費 凍結五十萬元 委員何志偉等人提案 第三案 國外會議費 簡列五十萬元 委員蔡世英等人提案 第四至第五案 針對勞務成本 第四案 凍結五十萬元 委員林昌作等人提案 第五案 凍結三百萬元 委員溫玉霞等人提案 第六案 業務支出 凍結五十萬元 委員陳柏薇等人提案 第七案 業務支出 凍結一百萬元 委員蔡世英等人提案 以上宣讀 好 我們一二三 一起來處理 那些請說明 報告主席 因為本會有準備 這個每個提案委員的 一個書面說明 簡要 重點式的說明 先請我同仁給 這個都可以提前給的 那 那 那你要不要簡單的 做個報告 謝謝主席 指示 那現在一到三案 其實都是跟這個武漢肺炎的疫情相關 那我開始報告 首先在今年的預算呢 其實 本會呢 已經根據這個政府總預算的編列 已經三減六十五萬 那也就是說 其實現在 今年 最多可以動支是一千三百多萬 那雖然說現在值這個武漢肺炎疫情 但是 本會的活動 包括這個太平洋企業論壇 本來是每季舉辦 但是 這個次數是不會減少 是往下半年 移動 所以 基本上還是 北中南的企業論壇還是會 舉辦四次 那 此外呢 就是相關的 這個校園的宣導 這個青年營活動 這個場地方面呢 都已經跟學校接洽 就是說 是往後移動 那至於說 國外 會議費用的話 那今年 本會的 這個整個的 研究的 主軸 會是在 數位經濟 跟區域經濟 這個整合 這個方面 配合 我們政府現在 要推動的 這個 主要包括 協助 我國加入 這個CPTPP 另外還有這個 貫徹這個 新南向 政策 等等 這些 我們計畫 邀請 國際會議會邀請 至少 六位 這個區域 具有影響力的 學者 來台灣 這個 共襄盛舉 那麼此外呢 在出國方面 今年還有兩次的 出國的會議 包括這個 去馬來西亞會議 因為 今年的 PCC主辦國 是馬來西亞 也是同樣是 APEC主辦國 那他們已經主動把 本來 打算在 五月召開的 PCC大會 挪到這個 八月中 那這個會議 非常重要 是因為 現在PCC的 主席呢 是中國的代表 那 我的建議就是說 我們應該要 積極的參與 以免這個 這個中國的主席呢 應用他主席的一個權力 來這個 侵害到我們的 匯集 跟參與 那所以呢 其實 本會 的這個 活動經費 其實是 只有七百萬 那再 扣掉這個 繳交PCC的 會費 大概就是 就是今年就是六百萬 那 這個 疫情 基本上 會讓這些活動遞延 但是 目前 不管是國內 國外 都是不會取消 所以說 還請各位委員支持 以上 請蔡委員 我是建議可以刪除部分 那我本來是講 刪除五十嘛 對不對 那 國內 國外 各五十就一百啦 那我建議就 相加除以二好了 這樣子 蛤 就是 二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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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謝謝 賀委員 我先等一下 好不好 對不起 可不可以 二五 二五 凍結 書面解凍 OK 好 再來第三個 現在CPTPP的會議 已經是從國際用視訊會議 處理了 現在報告並沒有 那你那個 算在五月份的話 會也還到下半年度 實驗要去 那剛剛這種預算是七百萬 你會繳交到CPP這個 費用六百萬 是足以哪一項費用 那九十萬會費 因為這個每一個參與國家 都要繳一個會費 那根據我們的GDP的成長率 還有這個我們的GDP Per capita去計算 那現在我們這個台灣剛好 就是他給我們的這個會費是九十萬 所以這個這個再扣掉 然後真的是可能今年參與是真的有困難 他要請委員提亮 是 何委員 請坐就好 各位給我兩分鐘的時間 對不起 我有看到我們裡面有一個是Model A Pack 對不對 這個是外交部委外 等於是委外 委託外面去辦理 對不對 就是由這個CTPAC 就是我們太平洋經濟合作理事會來辦理事 沒有錯嘛 裡面有幾個問題 就是說以往辦的時候 其實很多學生都覺得很棒 因為他們議題類也好 或講師也好 甚至是地點的選址也好 他們是給予很多的讚譽 但是一年一年辦 參與者給的評價 以及參與者逐漸的下降 這個是台灣青年參與國際跟公共事務 非常好的一個平台 那裡面有幾個問題 就是說包含學生的選拔出了問題囉 有掌握嗎 那第二件事情是 他們在外面還有一些自酬款 那其實你也知道學生本來就比較辛苦 也沒有給予相對應的對接平台去協助他們 那第三個事情就是說 原本是學生自主 這是最重要一點 是他們學生自己去籌辦 自己去organize的 那後來變成大人的世界的遊戲 這些是否未來有可能可以改進上述三點 報告委員齁 其實委員您剛提的應該是 台大亞青社他們的社團活動 那這個活動其實跟本會的青年營活動是沒有關係 而且我們其實在接觸到台大亞青社接觸本會的時候呢 也跟他們講就是說我們的本會的研究人員 雖然不多啦 本會研究人員大概三四位 也是非常樂意去擔任他們的講師 而且不收取任何的費用 那我們也非常歡迎台大亞青社他們的成員呢 來報名參加這個CTPCC的這個青年營的活動 那我們的選拔齁都是請外部的專家 根據他們在青年營的表現 還有他們這個提出的書面齁來做審查 像我本身我是不參與所有的這個競選齁 以其這個最公正客觀 以這樣子為原則齁 像委員報告 蔡委員要補充嗎 我想請教一下齁 這個秘書長我想請教 你因為我們這個PCC啊 你做秘書長當滿久的段時間齁 報告委員十年了齁 對 你覺得你做得怎麼樣 報告委員齁 我們做會的參與你覺得怎麼樣 那我可以的話我舉兩個例子 我是從這個專員 然後幹到協調人 幹到副秘書長秘書長齁 那我跟委員報告其實 我們這個PCC我們國家齁 參與在當初其實在國際上受到很多的主力齁 那我是1999年齁 開始接觸到這個組織齁 那不是一帆風順的齁 譬如說在2009年齁 那個時間點齁 那中國呢曾經去運作印尼跟澳洲齁 提出一個所謂regional architecture 的這樣子的一個研究 希望呢把這個會裡面的台灣跟香港排除 以便能夠探討這個更深入的政治議題 那在2009年呢 我們就齁 這個在會場馬上提出抗議 最後讓他這個研究整個下架齁 那另外的話就是說 最近的就是上禮拜3月20號齁 那本會呢跟這個台日交流協會的首席副代表齁 有這個面談齁齁 就是說雖然是疫情 但是我們討論的就是怎麼樣 請這個台日交流協會來協助我國加入CPTPP 那這個副代表呢他也承諾齁 他會把本會提供給他的就是有關於經濟方面齁 我為什麼這樣問 我看一下PECC 它有召開民主大會嗎 對不對 有沒有在台灣辦過 報告委員 這個我們曾經試過 就是說要把PECC的大會拉來台灣 但是這個情況 其實就跟我們參與其他的國際組織一樣 它有一個不公開的MOU 這個MOU就是第一個 我們台灣沒有辦法去擔任這個組織的主席 第二個呢 我們沒有辦法去召開這個組織的大會或常委會 但是呢 我們可以有其他的方式來取代 也就是說跟這個PECC各國的一個共識 就是我們的太平洋經濟共同體國際研討會 我們也是請到大概相同位階的這個區域重量級學者 來台灣共襄盛舉以上 因為我看是香港都有辦過 所以我在想說 我們有沒有可能去積極爭取一下這個 因為我看一下你是 你看你在路算書的第四頁也寫到說 我們也是常務委員會的成員之一嘛 這一個會目前有多少個國家參與啊 有23個國家 23個國家 23個國家通通不是我們的邦交國 所以它其實是促進我們的實質經貿外交是非常有注意的 那香港在您剛剛提到那個我記得是2000年 那時已經是20年前 而且香港那一次呢是在中國的支持下去的那個主辦權 因為那時候中國經濟規模還小 那基本上它也沒有那個院體可以主辦 所以說後來那個產業會在香港 可是當中國它現在的經濟實力跌離去一定程度之後 後來的會議都拉到中國去 所以說我跟委員報告我覺得我們積極參加 免得我們會集收到錢那也是非常重要 我是鼓勵說有機會更積極的參與啦 謝謝委員 所以委員的建議 我的建議是否直接刪除50萬好嗎 那委員可不可以書面解凍 我堅持刪除50萬 謝謝 好 第一、第二、第三案 簡略50萬 那蔡委員 書面報告嗎 還是就不用 對我知道 因為我們這個一、二、三案有分國內跟國外的 那我們就提升到上一個科目為勞務 來做簡略50萬 好 那我們主題者就用核委員吧 好 接下來 四、五案 好 謝謝委員 這個四、五案 其實第四案跟前面一、二、三案是比較相似的 這就是也是因為這個武漢肺炎的疫情 那就是說有一些活動那個 林委員 林委員他認為說 是不是會有這個取消或原子 或是擱置 那現在很確定的就是本會的國內、國外活動 都不會取消 而是這個往後延 往後遞延 第六案都是有關於網站的部分 那報告主席 第五、第六案可不可以一起說明 好 那就 第六案一起說明 好 第五、第六案就是網站跟臉書 那昨天已經有 這個像 溫委員報告 就是說 其實 對我們這種小團體而言 我覺得說 臉書三千個粉絲 我們自己覺得是一個很了不起的成就 那 那委員覺得說 我們的粉絲人數太少 然後按讚數太少 其實是這樣 譬如說 我們一年訓練大概 差不多一百個學生 那有兩百個學生來報名 那有三百個學生大概知道這個資訊 那 基本上 有一些學生他沒有辦法 這個獲得零選 參加本會活動的 基本上他可能會 退戰或是退粉絲 那十年來 其實 累積到三千個 本會覺得說其實這個 增長率是很可觀的 但是 昨天委員給你提點 我們 不一直這個 就是 打住我們還是會努力的 朝委員 這個 建議的方向來進行 那至於說 陳柏惟委員 提到了就是說 本會的網站的部分 那個是也是 昨天有跟那個 陳委員的 辦公室的主任有報告過 那是 界面的問題啦 我們也會 積極的 以後更 頻繁的積極的來更新這個 網站的內容 那再向這個兩位提案委員報告 就是說 其實齁 我們的電腦費 在過去曾經編大概30萬 可是在2018年已經全部都刪除了 已經全部刪除了 所以說 現在如果說 像溫委員提到這個 動300萬 這個 其實 真的我們只好去壓縮到 我們今年的其他的活動 以上 向這個委員報告 好 請問委員 我是覺得 你們臉書經營了9年 工作人員 工作人員是有9個人 結果你們的臉書 去看的還是按讚的 去看的就3000人 按讚的有了一個 有了三個 好像根本連自己人都沒有在按讚 我只覺得這個就很奇怪了 那9年才只有3000個人 培養青年我們是非常贊同 但是這個好像績效不張 而且他每一年變成這麼多的這種 勞務成本 那這9個人的勞務成本 這樣子是白花了 我是覺得 我結果應該要推廣 應該要推廣 然後我覺得應該還有增長的空間 好 謝謝委員 呃 林昌作委員的編和提案 蔡委員 沒一間 就是那個臉 把勞成本 沒一間齁 那我們請 呃 陳柏惟委員 我本來是說這個2018年的東西要放上來 那後來是恢復了 好像這幾天剛好剛放上去吧 對我來講 網路的這個訊息方便比較重要 那另外是我突然因為他提了很有興趣 你們有專門的小編嗎 有沒有專門在營運社群 有一位他不是專門是part time 因為 報告揚委員 我們整個秘書處就只有九個人 那其中一個還是兼任 嗯 好啊你們是經營多少社群 因為畢竟我覺得用商業軟體來規範 他們的績效是比較不合理啦 因為變成會把Facebook當成一個好像 他都其實有很多平台 只是說 就是網站跟臉書 什麼是社群 Line的社群 Line沒有 就是有很多人可以留言的公開 有自己的帳號可以公開留言的平台 有Instagram啊 Twitter啊 Plug這些的 反正就是 有很多啦 你沒有必要 我覺得沒有必要拿商業軟體來當 績效啦 但是 不然你們就不要自己主動去做這件事情 九年三千人 其實坦白講講出去真的很好笑 大概是這樣 這是我的看法 好 好 那這個部分 我們還是希望能夠 呃 做詳細的 呃報告 呃 我們 四五六案 我們凍結 外面報告 多為的 多為的 謝謝主席 第七案 第七案 第七案是有關於這個 呃 蔡委員提出的年度的刊物齁 那那其實在去年 呃 本會就 呃 規則 我們也會 做非 我們這個 看文的內容就是希望就是說能夠 跟本會的 最主要的宗旨齁 協助我國呢 推動實質的經貿外交來結合 那今年一定會感謝委員提點就盡量來多樣化外稿的內容 因為本會那時候在1986年剛成立的話 那個時間點定義本會的性質是屬於一個比較研究型的性質 所以本會的行政工作其實不是很多 那這個感謝委員提點本會研究的人我還是會希望他們能夠繼續的發表繼續的寫文章 但是呢為了多樣化我們會在新的一年度增加這個外稿的邀請跟這個使用 以上報告 請蔡委員 那我今天就先凍結好了 然後等他提一個建議解決方案之後再解凍好了 好那我們就凍結100萬提出順便報告 金同意後使得動資 謝謝主席 好財團法人太平洋經濟合作理事會中華民國委員會 照審查會決議通過 外交部主管的財團法人國際合作發展基金會 財團法人台灣民主基金會 及財團法人太平洋經濟合作理事會中華民國委員會 109年度預算業以審查玩具提報院會 院會審查前是否要政黨協商 委員會審查 要不要協商 政黨協商 好不用齁 院會繼續 院會討論時 那在院會討論的時候我們請派一位委員做補充的說明 那有關委員提案的內容及文字跟金額在不影響提案原意之下授權由議事人員做修正處理 好 下會 看一下好像我們以前有一個人當過民國主席是不是 那個是秘書長 那個是詹馬人 講說當過 PCC國際秘書長 所以主席我們也當過秘書長當過 主席沒有 主席不行 就是那個不公開的MOU 不公開